大家好 欢迎来到韩潇的中年讲故事 今天是弟弟卢峰、瑶瑶带女朋友白薇见家长的日子 回想起昨夜爸妈的千叮咛万嘱咐 明天都穿得随意一点 不要漏腹 就说是普通人家 看看这女孩的品性 我把麦巴赫的车钥匙丢在桌上 跟家里的保姆阿姨借了一辆 《武林宏光》mini酒店是我订的全市最豪华的酒店之一 人均十万起步 爸妈虽然说不要漏腹 但我觉得毕竟人家女孩子也是第一次见 家长该有的体面和礼数一定要给足 我堵了好一会儿 车才开到酒店门口 在车内看到卢凤瑶和白薇已经到了酒店门口 我向门口驶去 刚准备降下车窗跟他们打声招呼 就看见白薇高傲地瞥了我一眼 歪嘴吃笑 大姐 你是第一天来干服务员吗? 开着辆破车也赶往大唐门口来 你这让来这消费的客人看到了会多难堪 拉低人家的档次 我错愕地从车窗里盯着白薇 他又朝我抽动着左脸冷笑 卢凤瑶不知道车内的人是我 我迅速低头跟卢凤瑶发了信息 要他们先进去包厢 白薇双手抱胸 招呼着旁边的保安 喂 保安大叔 你们这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这消费吗? 就他这种消费能力 你们敢接待? 保安也盯了我很久 看见要消费的客人对我颇有微词 只好也给我下了驱逐令 小姐 我们酒店的停车服务只提供给消费的客人 卢凤瑶催促白薇道 我们先进去吧 白薇得意地挽上卢凤瑶的手臂 恨不得整个人贴在他身上 声音娇柔又造作 似乎是在故意说给我听 凤瑶 你就别瞒我了 你们家能带我来这吃饭 你绝对是个富二代来的 卢凤瑶脸色尴尬 摇头否认 家里的产业都是出自我之手 卢凤瑶确实算不上富二代 只是我跟他年龄差了十岁 从小到大 他也就跟着爸妈吃了十来年的苦 看着他们进去后 我从车上下来 保安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想问又不敢问 忙伸手接过我手里的钥匙 帮我驳车 我前脚刚踏进包厢 后脚我爸妈也出现在了门口 白威和卢凤瑶惊异的目光 齐刷刷地落在我三人身上 特别是卢凤瑶 嘴张德老大 被我爸一个眼神喝止住 默默地咽了下口水 他惊讶也并无道理 我今天特意让公司的保洁阿姨去商场帮我买一套她日常所穿的运动装 看起来是与酒店格格不入 而我爸妈出手就更狠了 一个穿着老头背心 踩着人字托 另一个穿着超市十几年前发的促销Polo衫 手里还拿着一把广告宣传扇 比十几年前在流水县做工时还要随意 白威刚刚还在入迷地看着菜单 这会儿突然从椅子上窜起来 指着在门口的我们三人吼道 你们谁呀 这种昂贵的酒店是你们能乱闯的吗 白威的眼珠子亮了一下 步步逼近我 手指对到我脸前 你不是那个把破车停到酒店门口的服务员吗 今天还真是你第一天上班 你就这么不懂规矩吗 卢凤瑶拉住白威 连连后退 善善地对我和爸妈笑着 爸妈 姐姐 白威一阵惊呼 半捂着嘴巴 不可置信 你说什么 他们是你的家人 卢凤瑶连忙握住 白威指着我们的手指 眼神示意他要懂点礼貌 白威的表情可谓之丰富 惊讶 怀疑 尴尬 对不起 叔叔阿姨 我冷冷地盯着白威 似有若无地对他笑着 白威 你刚刚说什么呀 原来在酒店门口 把我当成服务员 臭骂一顿的人是你呀 为了卢丰瑶的面子 我已经是最大限度 不把话说得难听了 对不起姐姐 我不知道 刚刚是你 我爸对他不满意 故意重重地哼了一声 我妈见气氛尴尬 挺身而出打圆场 招呼着大家入座 误会一场 误会一场 卢凤瑶和白威 在桌底下拉着手指 白威像在说着悄悄话 音量却一点都不小 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这就是你爸妈和姐姐 你看他们的条件 像是能付得起这顿饭的样子吗 你把我带到这里 我还以为你们家至少在市里也排得近 前时卢凤瑶耐着性子 压低着声音 安抚他 放心吧 威威 我们家就是重视你 才会安排这么隆重的宴席 既然带你来了 就肯定会请得起这顿饭 卢凤瑶与白威的食指紧扣 朝我笑着展示他们恩爱的样子 白威深吸了一口气 扒拉开卢凤瑶的手 眼珠子就快瞪出来了 恍然大悟 他蛮横地拖开椅子 放开嗓门 嚷嚷道 你们该不会是一家子 故意联合起来坑我吧 卢凤瑶 你是不是假扮富二代 想把我骗到你们家当媳妇 你爸妈和你姐一脸穷酸样 还把我带到这家酒店 你们该不会是想让我付钱吧 白威越说越激动 内心也越慌张 我和爸妈没有受到任何波动 平静地端起眼前的热茶 惬意地抿着 白威尖色地咽了口唾沫诈骗 他忙把自己面前的茶杯一手推开 我没喝 酒店也不是我订的 绝不能找我付钱 卢凤瑶拼命地拉住他 却爱着跟家里的承诺 绝不透露半分家底 他不知道怎么跟白威解释 眼睁睁地看着白威挣脱后冲到了包厢门口 稳稳当当地撞在一个人结实的胸口上 捂着脑袋 破口大骂 滚开 别挡我 到抬头的那一瞬间 他浑身的怒火都被浇灭了 正正地站在原地 姐夫卢风尧叫道 我老公齐风满脸疑惑地看着白威 又看了看在座上的我们 根本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白威呆呆地张开嘴 姐夫 你和他 白威眼神里满是质疑 纤细的手指在我和齐风身上 反复指着他大量的目光 愣是在齐风身上上下下扫了不止十遍后 才终于反应过来 眼前这个穿着简约的男人 是我的老公 卢风瑶的姐夫 我不悦地择了一声 这个齐风 昨晚我特意叮嘱他 今天来吃饭的时候 要换身随意的衣服 我都给他准备好 放在床上了 还是没换现在的这一身 虽然看不出牌子 可是 却还是能让人看出很是精致 全是手工定制的 白威一改刚刚的泼辣模样 拉着齐风的手腕 带他到座上 齐风想回避 却耐不住他的热情 他的嗓音也立刻变得甜美 姐夫 我就是风瑶的女朋友 我叫白威 你也可以叫我威威 威威两个字 白威咬得极其重 看向齐风的眼神 还有些许躲闪 齐风在我身旁坐下 随手就把车钥匙放在桌上 我压低着眉头 对他识眼色 要他赶紧把保时捷的车钥匙收起来 齐风不解地看着我 以为我在跟他耍什么小品 一只大手薄上了我的脸 你怎么穿成 我狠狠给了他一记眼刀 他扭头看到眼睛发亮的白威后 终于恍然大悟 迅速地抽走桌上的车钥匙 可是这一抽 反倒让白威看得一清二楚 姐夫 原来你这么厉害呀 开的是保时捷吗 你在哪里上班呀 薪资肯定很高吧 齐风被这一连串的问题惹得脑袋发昏 他也分辨不出哪些该回应哪些不该回应了 傻傻地开口 我在横峰国际 白威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光芒 嘟着嘴唇一脸崇拜 我经常路过那里 上次我同学还指着从里面出来的一个人 说是横峰国际的总裁 现在看着好像就是你叶齐风尴尬的笑笑 在桌底下攥住我的手背 轻轻拉撒着 她已经暴露 要我不生她的气 我心里暗暗想 算了 败路就败路了 反正你是我们家的女婿 你有钱跟卢凤瑶也没什么关系 不影响我们家 还是普通人家 卢凤瑶贴心地一直往白威的碗里夹菜 可是白威的心思已经全在齐风身上了 硬是跟齐风说了好多话 问了好多问题 在场所有人几乎都是空气一般 全程看着白威妹笑着无嘴 姐夫 我会不会问太多打扰到你了 她的碗盛满了卢凤瑶家的菜 卢凤瑶没忍住 提醒她 好了 不要太好学了 赶快吃饭吧 白威一边用手拖着脸 一边心不在焉地戳着碗里的饭菜 盯着齐风的脸 突然来了一句 蜂瑶 你姐的命真好 嫁了这么有钱有能力的男人 卢凤瑶的嘴就是个没把关的 其实我姐夫她是想说 齐风是在我的分公司做事 我一手开创的恒瑶公司 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 在于是占据了龙头地位 后来继续发展 我开创了恒风国际子公司 主要是针对一部分的海外市场 齐风是我亲手调过去的执行总裁 我的语气带着一丝韵怒 将筷子拍在桌上 风咬好好吃饭 白威也跟着下了一机灵 看着我的眼光并不是那么友善 酸溜溜地说了一句 就是你姐看起来跟姐夫真不像一段 我爸很生气 差点要站起来骂白威被我妈按回去了 出门在外 别跟人家闹得这么难 看一个小姑娘说话不过脑子 别跟她计较 见我不恼不怒 白威自觉没趣地扁扁嘴 我的余光中 贴到了她拿着手机 镜头对准了其风 一点点地放大 清清楚楚地拍到了其风桌上的钥匙 从聊天框中发了出去 我猜是发给她的好姐妹炫耀吧 这几乎是我这辈子吃得最索然无味的一顿饭 特别是我爸从进包厢那一刻开始 脸上的肌肉就没放松过 一直铁青着 我戳戳其风的手臂 示意她去结账 其风心领神会 白威崇拜地看着其风掏钱包刷卡 冷不叮来了一句 还好有姐夫 不然就你们这种家庭 要请我吃顿好的都够强 我爸冷哼一声 迈开步子就要走 其风开口说道 爸 妈 我送你们回去吧 我爸瞥了一眼其风手里的钥匙 内心很是不痛快 我跟你妈坐地铁回去就行 卢凤瑶殷勤地拿着白威的包包 拉住她的手腕 说 威威那咱们也回学校吧 白威厌恶地正开了她 冷淡地瞪她一眼 嗲起声音看向其风 姐夫 你是要去公司吗 其风点头承认 白威兴奋地鼓掌 双手合十贴在双唇处 姐夫 能不能送我回家呀 我家里跟你的公司在一个方向 很顺路呢 傻小子 卢凤瑶此时根本看不出什么端倪 还一头雾水道 威威 你刚刚不是说学校还有作业吗 而且我怎么没听说过 你家在哪里呀 你要是想回家也行 那就麻烦姐夫了 其风刚要答应 我就勾起白威的手臂 我送你去吧 其风下午还很忙 我也顺路 我送你 我的态度很是强硬 白威还在讶异着 我就已经夺过卢丰瑶手里的包 塞到他的手上 一路将他往门口推 把他塞进了我们那车的副驾驶 姐夫同意送我的 白威的语气充满怒火 狭小的空间内 我挤到他身边 贴心地为他拉好了安全带 其风朝我摆了白手 打开自己的车门 白威着急地想下车去追其风的车 我一脚油门起步 白威的脸重重地撞在中控台上 前额瞬间一大片淤血 抱歉 车子太小了 白威气鼓鼓地盯着我 却又不好发作 没多久 白威手机的微信电话开始轰炸起来 他心烦意乱 连连择了好几声 就是不接电话 我被吵得更烦 在等红灯的间隙 直接伸手点击了他屏幕的接听键 视频电话接通了 背景音里很是吵闹 都是一群年轻女孩张扬的笑声 白威 你不是说你男朋友开宝石节吗 还说 让他送你回家 让我们见识见识啊 我看着白威将手机屏幕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脸 不敢露出半点那事 我的内心一直憋着笑 白威支支吾吾 他把我送回家了 我现在没有在车上 他把我送回家后就先走了 白威刻意想说的笑声 可是在车上我又怎么可能听不见 我故意用力按了一下喇叭 清脆的喇叭声传到白威姐妹们的耳朵里 什么吗 你现在不就是在车里吗 你男朋友还按喇叭了 快快快 别藏着掖着 快给我们看看 白威心一横 劈里啪啦说道 好好好 实话跟你们说 我男朋友有事先走了 我是打得滴滴 无奈 白威只好将自己的脸退出屏幕 让朋友们看清了车内室 想要他们相信是滴滴的说法 镜头不小心转到我这里来 我看见白威脸上挂着心虚 正想用信号不好的理由挂断电话 我大声地说了一句 大家好 我是白威男朋友的姐姐 很高兴认识大家 手机里又传来此起彼伏尖利的笑声 白威 你这么虚荣吗 男朋友家里是开武林红光的 你也敢蹭宝石节啊 太好笑了你 我要告诉班里的同学们 白威气得脸红 果断把电话挂断 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刚好车子停在停车线内等红灯 白威不顾车外的烈日 用力地把门甩上后走了 我心情大好 总归也是给自己出了一口气 回到家里 看见爸妈的脸色还是阴沉不已 而卢丰瑶正耿着脖子跟爸妈闹 爸妈对白威的印象特别不好 我头一次见到我爸那么生气过 他重重地将茶杯摔到地上 呵斥命令 卢丰瑶和白威分手 卢丰瑶倔强地昂着头 粗着脖子吼道 我不可能跟威威分手 威威根本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都怪你们要装什么穷人 威威家里条件那么好 要他嫁进穷人家肯定也是一个大挑战 这应该是他对你们的考验 只要你们对他的态度好 他绝对会接受我们的 卢丰瑶晃晃脑袋 感觉自己都被自己绕晕了 他恼怒地跺脚 为什么要装什么狗屁穷人 大大方方地跟白威坦白不好吗 一开始就跟他坦白 哪里会有这么多破事 我把鼻卢丰瑶矮上将近一个头 此刻却被他气得上手要去打他 你看看他对穷人是什么态度 那能是爱你的样子吗 这个家要不是有你姐雪瑶 你觉得今天的白威会多看你一眼吗 你忘了咱们家以前也是穷过的吗 卢丰瑶胸口剧烈起伏 喘着粗气 看到了在门口的我 瞬间就跑来向我求助 他可怜巴巴 姐 你帮我劝劝吧 他非要我和白威分手 姐 你相信我 我看人的眼光绝对不会错 威威他绝对不是那种贤品爱富的人 我看着卢丰瑶 看着他从头到脚穿的每一件名牌 都是用我的钱买来的 而今天在白威对着我和爸妈一阵阴阳怪气的羞辱中 他竟然能纵容白威一次次对我们的放肆 我很失望 我冷冷地开口道 你可真是超绝顿感力 既然你觉得白威跟你谈恋爱不是为了你的钱 那从今天开始 我就停了你的卡 我倒要看看 白威还能在你身边多久 卢丰瑶的眉毛一点点拧起 眼神绝望 姐 连你也不相信我 她一点点攥起拳头 下了很大的决心 好 我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 我和薇薇是真爱 白威真的没和卢凤瑶分手 两个人的感情反而愈发地甜蜜 卢凤瑶还把白威带到家里来 我爸气得直接回自己的卧室主打一个眼不见心不凡 白威开心地在我家转悠 坐在沙发上扫尸整栋房子 这沙发可真柔软 你姐夫真能干 她又一下站起来 走到我的酒柜上 捧起了两瓶价格不菲的红酒 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掏出手机来了两张自拍 我站在楼梯上俯视这一切 卢凤瑶看到我 慌张地去拿下白威手里的酒 这些是我姐姐的 她宝贝得很 你别给她摔掉了 白威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气了一声 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仗着自己是横峰国际总裁齐峰的老婆 这话咋听着有点别扭呢 什么时候白威作为一个小辈能这么称呼齐峰的名字了 我故意匡匡地发出声响 走下楼 白威的脸闪过一丝尴尬 拉着卢峰瑶就想往外走 你姐夫在公司 带我去她的公司 见识见识呗 她就是存心 不想看到我 对齐峰 她倒是殷勤得很 可怜卢峰瑶这个傻小子 昨晚还理直气壮地跟我们讲述最近她和白威的感情有多好 殊不知人家看上的是姐夫 能带给她卢峰瑶的钱和地位 这段时间 由于横峰集团下半年 有一个艰巨的挑战 齐峰很长一段时间 中午都没回家吃饭 而她一向又吃不惯外面太重油重口的东西 我担心她因为忙顾不上自己的身体 就让我妈做好的饭准备给她送过去 我刚拿着饭盒出家门 就看见齐峰把车停在车库里走出来了 她一脸疲惫 也没有和我多说什么话 就要去房间休息 我问齐峰 你吃饭了吗? 妈做了饭 你要不要吃点? 以往的齐峰在外吃饭 一般只会吃个七八分饱 回家看到妈做了饭菜 那简直是两眼放光 这一次 她却提不起太大的兴趣 摸了摸自己圆滚滚的肚子 左右为难 雪瑶 我中午吃得很饱 吃不下了 我没多想 让她赶紧回房间休息了 只是我什么都没发现 一个被我从总公司调去分公司 帮助齐峰的助理 却帮我留意到了那天 助理一脸犹豫 卢总 最近齐总身边招了一个新的女秘书 我听了倒也没什么别样的感觉 我没那么迂腐 做到连老公找个女秘书都不允许的程度 助理愁愁不前 支支吾吾 她每天都给齐总带自己亲手做的便当 听到这儿 我的眼皮突然突突地跳起来 尽管我不在意 齐峰找了个女秘书 可是最近齐峰天天不着家吃饭 却吃着女秘书亲手做的便当 是不是有点太过于亲密了 我的内心也生腾起一阵危机感 我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的语气那么慌乱 这 那个秘书是谁 白薇 我的胸腔一团怒火正在燃烧 我等不及去质问齐峰 而是立刻让助理调了齐峰办公室的监控录像 我才知道 白薇竟然做了齐峰的贴身女秘书 甚至还在齐峰的办公室里多设了一张办公桌 专属于白薇的办公桌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是在办公 简直无稽之谈 白薇每天都穿着黑色的身立制服 故意凸显她的事业线 隔一小段时间就要拿着文件夹蹭到齐峰的身边 嗲着声音问她工作上的问题 可分明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那天晚上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又等到一身疲惫回来的齐峰 我看了监控录像 可以明确地肯定齐峰对白薇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行为 而白薇是一个劲得要往齐峰身上贴 可是齐峰为什么要把她招进公司 我还是一定要讨个说法 我的声音在齐峰身后冷冷响起 白薇去你那实习了 我怎么不知道 齐峰高大的身躯 微微一震 白薇说她想实习 觉得都是一家人 给个机会让她进去锻炼锻炼 我眼眸抬起 继续追问 那么多岗位 不够她实习的吗 天偏要做你的秘书 还要睡一张办公桌 在你办公室里 我还真是闻所未闻 齐峰挠挠头 靠着我慢慢坐下 他说他什么也不懂 跟着我能关照我 想着一个假期也没多久 多放张桌子也就算了 我内心压抑许久的怒火突然爆发 你马上把他撤了 我不想看到他在公司 齐峰一脸为难 我的电话声响 是助理催促我应该去机场了 我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头 竟然气得把这件事都给忘了 没想到 刚刚跟齐峰说的那些话 都被卢凤瑶和一起回家的白薇听到了 白薇的话语犀利 你就那么看我不顺眼吗 你嫁给峰哥这种大老板 你就偷着乐吧 最近峰哥的工作那么忙 你帮不上也就算了 天天只会干扰他的正常工作 男人在外面干大事 你在家里掺和个什么劲儿 我没有多余的功夫和他们废话了 转身进房间收拾行李箱 出来的时候 只见卢凤瑶对我满脸失望 姐 你为啥就处处看白薇不顺眼 他去公司实习一下 也爱不着你什么 你要是在针对他 我 你能怎么样 卢凤瑶 你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连威胁我的筹码都没有 我弯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让开 我在出差途中 拼命说服自己 不要去想那些事 架不住齐峰天天给我打电话 发信息 谈合作的事情 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快解决 我终于有时间去接齐峰的电话 他见电话终于被接通 语气里欣喜至极 雪瑶 对不起 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 我已经把白薇遣走了 我没多说什么 只是让助理去跟人事部确认了事情的真实性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我总算内心轻快了许多 提前一个星期回了家 当晚齐峰没有回来 听助理讲他跟客户下半年最大的合作明天就开始进行了 在这之前肯定是很辛苦 我想或许是他在公司通宵准备了 结果 隔天我在家里做好了午饭就等着齐峰凯旋 却接到了助理十万火急的电话 助理跟我讲 今天上午十点就是齐峰跟客户约定好的见面时间 可是客户一直等到十一点 都不见齐峰出现 员工们给齐峰发信息 打电话 全部都无人回复 助理只好把经理派过去 可是带去的合同却犯了重大的纰漏 客户大发雷霆 怒骂我们公司是在把他当好耍 直接就终止了这场合作 公司上半年的努力 还有总公司注入的千万资金 全部功亏一篑 比起合作失败 我更担心的是齐峰的安危 我在家里反复踱步 心揪到了嗓子眼 这时 卢风瑶也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 两个黑眼圈出奇地严重 他哭诉到自己去白威的宿舍楼下 等了他一整个早上都不见人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的心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迅速地拉开好友列表 找到了白威的头像 点进去他的朋友圈 早上我刷朋友圈的时候 匆匆看了一眼 还有白威的动态 果然白威在凌晨十二点的时候准时发了一条朋友圈 是一张自己和一亮红色的宝石节的自拍照 配文是男朋友说宝石节也要情侣款的 底下还带了定位地址 圣心酒店 白威的这条朋友圈 特意屏蔽了卢风瑶 却没屏蔽我 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疏忽 我带着傻愣愣的卢风瑶 一路冲到酒店 我倒要让她看看自己捧在手心上护着的女朋友给了她多大一个惊喜 圣心酒店还是我的产业 要我说 白威可真会选 来我这挑窝睡我老公了 我赶到房间门口 用手里的房卡打开了房门 在卢凤瑶惊异的目光中冲进了房间 目睹了两个人一丝不挂地紧紧相拥在一起 你们 卢凤瑶目瞪口呆 说不出一句话来 白威搂着其风的脖子不肯撒手 我将床头的电话机直接扯下 狠狠地砸在其风的脸上 他硬生生痛醒了 开口就是浓浓的酒气 雪瑶 你怎么来了 其风反应过来 连忙扯过被子盖上隐私部位 卢凤瑶挥起拳头 用力地一拳 一拳砸在他的脸上 我抓起其风的头发 疼得他呲牙咧嘴 昨晚玩得太尽兴了 今天的生意都不谈了 对吧 其风反应过来 撑着身子去看床头的手机 发出一声尖叫 都下午了 你怎么不叫醒我 我现在马上就去跟客户道歉 我将他的头发往后一扯 对上他的双眸 来不及了 客户已经宣布终止合作了 你自己想想 公司的损失和客户的违约金 要怎么办 这时 不知廉耻的白威巴 拉开我的手 一脸心疼地将其风拉回自己怀里 你一个总裁 怕他干什么 什么损失和违约金关他屁事 你的钱干嘛需要看他的脸色 白威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 反而是其风反手恶狠狠地把他直接推下床 然后自己裹上了一条浴巾 直接跪在地上求我 老婆 我错了 老婆 我恶心地抬脚踹在他的脸上 离婚 你捅下的娄子 要么补上损失 要么你就去坐牢 其风跪在我脚边苦苦哀求 白威还在他身边 一直窜多 他想离婚你就跟他离呀 给他一点 前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再也不用养他们一家吸血鬼了 其风粗壮的手掌 狠狠抽了白威一巴掌 抽得白威的眼神涣散 你说钱都是其风的 那么楼下 你的那辆刚提的宝石结 也是其风给你买的了 白威捂着脸大哭 看我故意挑衅他 还昂着头一脸得意 我浅浅扫尸了一番 就看到白威的车钥匙就放在桌子上 我将它砸到地上 再用细细的高跟把它撵得稀碎 白威淒厉尖叫 你干什么 这是我的车 我拍拍手 身后的保镖蜂拥而上 给他裹条浴巾 拎到楼下 保镖们听从我的吩咐 随便找了条浴巾 往白威身上一裹 就把它扛到了楼下停车场 那辆崭新的宝石结 确实很耀眼 卢凤瑶颤抖着双唇微微 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贪慕虚荣 你难道都是为了钱财接近我吗 白威发出冷笑 卢凤瑶 你看看齐峰才比你大十岁 就有能力给我买车 靠你这种无能之辈 怕是一辈子都达不到这种目标 我事先查了这辆车 齐峰还没有 正是洛白威的名字 还暂时记在自己的名下 我从角落里拎出来一个废弃的灭火器 对准艳丽光滑的车门 一锤下去 把车门砸了个大坑 白威急得快哭出来 这是我的车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听了他的话 我就更来劲了 勾唇一笑 抡起灭火器 又把挡风玻璃全砸得粉碎 崭新的宝石结就这样毁在我手中 白威生死历劫 心都快碎了 我蹲下 盯着嚎叫到快断气的他问 从始至终你就没想我到底是谁 横峰国际只不过是我横尧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而齐峰是我调去横峰国际的执行总裁 这样说 你能知道我是谁了吧 白威紧紧咬着下唇 不可置否 你横尧集团是你的 你 你是全市的首富 我朝他眨了一下眼睛 我爸妈虽然要我们扮成普通人家 可是对你的重视程度也一分不减 第一次见面就用最高规格的宴席招待了你 换来的却是你的冷嘲热讽 我像一旁红着眼眶的卢凤瑶挑了一下眉 这下你知道他的真实面目了 最后懊悔不已的他只要求了我最后一件事 不要把这件事闹大 不要惊动学校 不要让他在学校丢尽脸面 我没答应 因为我肯定会这么做 我凭什么要对一个侮辱我和爸妈 伤害我弟弟 抢走我老公的拜金女手下留情 我很快就把事情的起因经过全部整理完 交给学校举报 白为同学的品行不端 我的公司一直有资助这所学校 就在今年 预计还要给学校投资两千万作为科研采购经费 校长一看我的材料 怒不可遏 这个白为简直是破坏了学校的形象 砸坏了学校的招牌 必须开除 得到我满意的反馈后 我离开学校回到了公司 齐峰一直在门口读我 合作那件事 后来我亲自去找客户赔礼道歉 给客户做了折扣让步 才挽回了局面 没有让公司都赔在齐峰的手里 如今我跟齐峰提了离婚 她不肯答应 在人来人往的公司门口 齐峰男子汉大丈夫就要双膝下跪 被我的助理扶住了 雪瑶 不要离婚好不好 我保证我一定会改 我一定会离婚 你也可以不配合 我会找法院处理 我在公司这么多年 付出了我这么多的努力 你要我净身出户 凭什么 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我轻笑了一声 齐峰 你不答应有什么用 我有的是手段能让你净身出户 白威被学校开除后 听说家里人就把他赶出家门 和他断绝亲子关系了 没有学籍 又想赚钱的他 又把目光放到了多金的老板身上 被原配打上热搜市家常便饭 后来再见到他 他却瘦得像皮包骨一样 浑身散发着一股恶臭 跑到我和卢凤瑶上班的公司来专门赌卢凤瑶 他一脸悔恨 低声下气 风瑶 求求你救救我 我生病了 再不治我要死了 我和卢凤瑶一下就猜到 他是染上了脏病 吓得连连后退 白威扑上来 想要抓住卢凤瑶的手 卢凤瑶往后撤一步 伸脚把白威绊倒在地上 你救救我 看在我们曾经爱过的份上 卢凤瑶已经退去当时的天真和稚嫩 冷峻的脸让白威感到陌生 爱过我倒是爱过 您就不必说了 去找我前姐夫要钱去吧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个市场收垃圾 有时间帮你问问哈 卢凤瑶的手轻轻一抬 喊来了好几个保安 直接就把白威抬出去丢掉 我的眼神复杂 故意往卢凤瑶身上打量 逗他道 嗯 现在对你的微微心这么狠呀 卢凤瑶不轻不重地捶了一下我的肩膀 有点恼羞成怒 你的微微 你的微微 我俩在走廊捧腹大笑 卢凤瑶突然手往我面前一挥 收 声音果掘 赶快工作干完回家和爸妈吃饭了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听了宋父这话 我对亲生父母最后一点幻想也没了 端着茶杯似笑非笑 宋先生 你们就这么确定我是你们的女儿 宋母走过来拉住我的手 好孩子 你不知道 你和妈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当年你走丢后 我们找你找了好久 幸好现在遇到了 他说着说着就开始擦眼泪 我拍了拍他的手 空口无凭的宋太太 还是先去做个亲子鉴定吧 不怪我态度冷淡 他口中找了好久这个说辞 我是不怎么信的 当年我被拐卖没多久 宋家就收养了宋巧 这个名字和那时候我的名字同音 这对夫妻似乎有意忘掉 他们弄丢了女儿这件事 把对我的亏欠完全弥补在了收养的宋巧身上 以至于宋巧面对 有可能是宋家女儿的 我依旧刁蛮无礼 对 现在我们就去医院做亲子鉴定 宋母拉着我就要往外走 目光扫过简陋的木屋 好孩子东西也别带了 等从医院回来直接跟我回家 我知道你这些年受苦了 回家后妈妈带你去做保养保证 她看了眼我的脸 发现皮肤白嫩的能在太阳底下发光 又看看我的手 食指修长圆润 看着就像从小被养得很好的千金小姐 可我明明十分钟前还在菜地里挖土捉虫 好孩子 不亏是妈妈的女儿 基因真好 她想不明白 于是只能把这一切归咎在基因上 我把散下来的头发憋到耳后 笑得复合 是的 宋父走在后面 不远处是在院子里到处看看的宋家兄妹 我培育花草的玻璃房门被人打开 他们很自来熟地在里面逛 宋翘由他的养兄陪着 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见我们出来 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 一不小心就打翻了一个花盆 兰花的陶瓷盆撞在他的腿上 留下青色痕迹 他叫了一声 好疼 养兄宋安立马蹲下来握住他的脚踝 责怪中透露着关心 怎么这么不小心 宋翘眼眶发红 我还以为哥哥有了姐姐就不会这样关心我了呢 宋安洋装愤怒地掐了掐他的小腿 你永远都是我的妹妹 宋翘得到答案 直勾勾地朝我看过来 我没兴趣接他的眉眼官司 看着被埋在土里的半截浮沫 笑容僵在脸上 连本来在我旁边的宋母快步走过去观心宋翘 都没能让我收回视线 远处有个带着斗笠 穿着老头背心的老人 杵着拐杖走过来 他扫了眼玻璃房 又瞪我一眼 用力地把拐杖杵杵在地上 剑步如飞 进了木屋 我摸摸鼻子 回头看见他绣了绣紫砂狐狸的大红袍 接着咬牙切齿把茶杯放在桌上 我不怪老爷子生气 大红袍母树一年只有八两的产量 禁止采摘的前一年 我到处托人留意 也只得了一两半 这一两半老头喝得减省 三年里杂杂摸摸的 还剩下最后十来课 这次看在宋家父母生我一场的份上 把茶叶拿出来 老头也不好说些什么 至于那一株被打碎了的花盆 我快步走过去 小心翼翼把泥土拨开 露出腐木的原形 腐木是一节苹果树 树干有些粘头了 被腐蚀成坑坑洼洼的样子 木头上附着两根扁平的绿色根系 我检查了一下 发现本就脆弱的根系因此折断了 我叹了口气 一边挽救 一边问宋翘 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宋翘不以为意 不管是什么花 我都赔得起 宋母走过来 看着我行云流水的动作 好孩子 翘翘也不是故意的 我转头看去 麻烦先出去 宋母脸上 有背下了面子的惊讶和难堪 不就是一截破木头吗 你怎么能这样对妈妈 你知不知道她看见你的时候多开心 我调低玻璃房的温度 一手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 头也没抬 有什么事情之后再说 现在不要来打扰我 一群人挤在门口 闻言有愤怒 有悲伤 这就是你对长辈的态度 宋翘 你要是还认我们这个爸妈 就放下那截破木头 先和你妈道歉 我们一着眼看过去 我说过了 没有做亲子鉴定 我不一定是你们的女儿 所以 请不要叫我宋翘 现在麻烦出去 宋父气得转头就走 小小的农家院 在之后来了好几拨客人 一来就往紧闭的玻璃房走 最后玻璃房里挤满了人 助理只能拿着各种文件资料 站在外面 老爷子喝完大红袍后 才慢悠悠地走出来 他看 也不看站在门口等着的宋安和宋巧 别站着了 自己搬凳子坐 贵兰培育本来就难 知怀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很不错了 至于这次事故 该赔偿 房里都有监控的助理 对老爷子很客气 忙不迭地说打扰了 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小 院子里的人都能听到 有些人的视线不受控制 朝宋翘扫过来 宋翘脸色发白 拽着宋安的衬衫袖子 哥 我是不是闯祸了 宋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事 一朵花而已 他刚开口就被人吵了 女助理服了服眼镜 阴阳怪气 一朵花而已 这可是幽灵蓝 全球已经剩下不到千株 这一节木头是唐小姐国外的老师送给他的 培育了将近半年才长出一条根系 虽然专家评估一株价值在一千五百万左右 但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无价的 你们拿什么赔 我和专家们出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落山 留在这里的只剩下一个宋安 我摘了手套 随意扎了一下头发 走吧 去医院做亲子鉴定 宋安等在这里 就是为了这件事 他似乎察觉到我这个妹妹和他想象中的浓女不同 但那并不能取代他心目中属于宋翘的地位 一路上无话可说 虽然宋安几次欲言又止 直到医院我推门下车 才听见身后传来声音 不要怪翘 他只是被我们宠坏了 本质不坏的 我回头看他漫不经心地笑了笑 我不怪他 但该赔的钱还是要赔的 人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如果那株兰花培育不成的话 我希望他能爽快点付钱 不然我会送他一张律师函 宋安黑了脸 如果真是这样 我会帮他 宋家不至于这点钱都出不起 我耸耸肩 那就随便你们了 亲自鉴定 走得加急通道 我等报告出来才离开医院 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张 心里叹气 说实话 宋家人明显都是拎不清的 我并不太愿意掺和进去 但结果让我失望了 身侧宋安说要带我回宋家 抱歉 我还要回去照看那株兰花 宋安沉默了一下 我送你 不用了 有人来接我 刚说完 一辆黑色家常林肯停在路边 副驾驶的车窗摇下来 露出秦家二少爷那张脸 我强忍住翻白眼的冲动 露出一个微笑 宋家找过来 就是因为我回国的那天 是秦朝来接的鸡 秦二少在圈子里是人人都要捧着的存在 除此之外 他常和各路明星网红炒绯闻 在网上的流量堪比一线男星 我和他在机场久别重逢的拥抱 被有心人拍了照片 发到网上 第二天 宋安就找上了他 说我有可能是他失散多年的妹妹 秦朝向他们提供我的住址钱 询问了我的意见 远想着弥补一下年幼时的自己 没想到是惹了一个大麻烦 我辞别宋安时 注意到他的目光落在秦朝脸上 心里觉得好笑 干脆利落地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车后坐着个穿黑色衬衫的男人 整个人隐蔽在阴影中 周身气息沉寂 弄得前面两人有一种随时要溺闭的窒息感 秦朝回头 宋家这么着急想把你认回去 你猜猜是怎么一回事 我挑了一下眉头 别卖关子了 家里人想给我大哥找个媳妇 他口中的大哥轻轻动了一下右腿 侧着脑袋看过去 秦朝一顿 不说了 我其实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秦朝的大哥秦楚年在三年前伤了一双腿 右腿失去知觉 左腿截肢到了膝盖圈里 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成为了一个残疾人 他的婚姻在家里人看来是个大难题 不求门当户对 至少也得是圈里的人 但外界对秦楚年的传闻太过离谱 比如他有暴力倾向 生气的时候会拎着一只揍人 再比如说他因为自己残疾 所以看不得别人健康 想要嫁给他的人 必须把腿打断 传言可笑 但在没人澄清的情况下 愈演愈烈 最后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宋家也想要攀上秦家 但不舍得宋巧该怎么办呢 他们还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女儿 正好女儿和秦朝熟悉 认回去之后可以撮合一下宋巧和秦朝 到时候两姐妹嫁两兄弟也是圈内嫁话了 在上午见识到了他们的态度之后 我就把他们的想法猜了个七七八八 可惜了那些大红袍 我感叹一声 暂时把那些扔抛到脑后 正想敲敲秦楚年的右腿 手机屏幕亮了 是刚加上的送案发来的消息 你和秦二少是朋友吗 我懒得回 把手机丢在一边 戳戳秦楚年的腿 阿年 我不在的三年 你有没有好好做康复训练 三年前 我家老爷子好好的公司被境外投资商看上 想要收购 在他拒绝之后 那些人引导舆论把公司逼到退市 几乎破产 员工发不出工资 被叫缩着绑架了 我 他们想要赎金 老爷子拿不出来 找上了秦家 秦楚年知道后愁了钱不说 还亲自找上了绑匪 在最后绑匪要带着我转移的时候 他开车追了上去 恼羞成怒的绑匪破冠破摔 直直朝着他撞过来 后来他去了疗养院 我被老爷子强制送出国 离开前我要见他一面 他没见我 隔着一张门 他坐在轮椅上冷淡地说 你不要觉得亏欠 你没有任何错 那些人还盯着你和唐爷爷 出国暂避锋芒 是最好的选择 秦楚年的考量太过理智 但我不能接受 我在门外求着他开门见我一面 在最后被老爷子的人拉走 那张门也没打开 三年后 我给他发消息 叫他来机场接我 他没来 让秦朝来了 刚刚要不是我给他发消息说我被宋家人欺负了 他恐怕还是不会出面 现在我把中间的隔板拉上去 似笑非笑地问 秦楚年 叫你弟弟来接我 现在网友都说我会是你弟弟 下一个一周目女友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秦楚年没有隔板拉上之后 后座的光线越发暗 窗外闪过的霓虹灯 快速后退 而秦朝也很有眼色 很快把车开上了一条偏僻的马路 秦楚年 你怎么一直都这么理智 说着 我按住他的肩膀 秦楚年快速扼住我的手腕 唐之怀 不要被宋家人利用了 巧合的是 这时候 手机上正好来了宋安的电话 我收回手 接通电话 到家了吗 宋安的声音传来 还有一会 怎么了 有时间一起吃个饭 爸妈说想你早点把名字改回来 改天举办个宴会 把你介绍给亲戚朋友们认识 我转头看向郑欣威 做得秦楚年 漫不经心道 你妹妹没意见 宋安顿了顿 声音缓和 她还小 什么都不懂 你不要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我靠着靠背 脚尖不经意地蹭了蹭秦楚年的腿 发现她有所察觉 这才继续和宋安聊 我听秦二少说 你们宋家想和秦家联姻 宋安是不是要把宋翘嫁过去吗 不如让我去联姻 我和秦朝淑 被秦家选择的几率更大 宋安根本没想过我会这样说 你知道是要嫁给谁吗 我把腿伸到了秦楚年身上 我不在意 秦家是豪门吗 我想当豪门太太 秦楚年突然捏住我的脚踝 我撩起眼皮看她一眼 继续道 希望你能满足我这个愿望 说完 我挂了电话 秦楚年把我的腿扔开些 别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 幸福 我抓住她的手臂 长腿一伸 胯坐在她身上 什么幸福 隔着颇有质感的西装裤 我按了按她 秦楚年猛地抓住我的手 眼神骇人 唐之怀 你在国外就学了这种东西 我看她恼羞成怒 耳尖红得透光 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 攀着她的肩 我靠近她 阿年 这不是能给我幸福吗 我被秦楚年丢下了车 也不知道秦朝让司机开到那个偏僻的角落来了 一下车只见到零星几盏昏暗的路灯 秦朝刚摇下车窗想要嘲笑我 秦楚年在她身后出声 下车把她送回去 秦朝 好家伙 你们吵架 我遭殃 秦朝 郁闷 秦朝咬牙切齿 秦朝只能照做 秦楚年绕了一圈 又要司机回来 从窗户口丢过来一件外套 别动着等我 只能看见林肯的车屁股 秦朝冷笑一声 我哥 这人可闷骚了 我挑眉耸肩 和他一起笑 我也觉得 次日一早 我是被木屋外面闹哄哄的声音吵醒来的 推开门 阳光落在脚下 远处是一群不速之客 本来清静的农家小院被好几个人围住了 老爷子在院子里的葡萄棚下慢悠悠喝茶起来了 他一指外面 你那些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给你找的麻烦 至于是什么麻烦 秦朝一大早就给我发了 事情原委 宋翘凭借附加千金的身份 在网上成了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 因为一张长相甜美的脸蛋 激起了不少脑残粉私生饭的保护欲 昨天 他从农家小院回去之后 在网上发了个视频 视频讲述了他真正的身世 倒打一耙 说真 千金极度他获得了爸妈那么多年的宠爱 他不过打碎了一个花盆 就叫他赔一千五百万 不然家里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他哭得梨花带泪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亲生父母不要我 幸好能被爸妈收养 我知道我的存在让他们为难 但没关系 只要他们能认回自己的亲生女儿 弥补他们的遗憾 我会自己离开 我把视频从头看到尾 最后看向院子外 开始往里面丢石头的几个男人 喂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花盆 值一千五百多万 我看你们是穷疯了 翘翘有什么错 宋家收养了他 还让他这么伤心 到底是怎么当父母的 什么亲生女儿 我看就是个骗子 我听了听 仔细看了这几个人 注意到其中一个人戴着黑色手套 手里还拿着一个玻璃瓶 在国外经历了不少之后 由不得我不注意 更何况老爷子年纪大了 受不得刺激 我当即拨通了110 秦家的车比警察叔叔来得更快 秦楚年考虑周到 带了一对专业的安保人员过来 片刻就把农家小院围成铁桶一块 我隔着被牵牛花爬满的篱笆 看向委屈停在狭窄马路上的林肯 慢悠悠打了个哈欠 阿年纳 不下来喝杯茶吗 我把老爷子剩下的那些大红袍都泡了 唐之怀老爷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茶叶我藏好了 你别想再动 我吐了吐舌头 举起双手 好了好了 爷爷 你快去钓鱼去叫人跟着 别让人算计了 拿着玻璃瓶的那个人和丢小石头的人都已经被安保团队控制 只等警察来把他们带走 但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我走到院子外面 林肯挂到挡后退 我秦楚年 有种你就躲一辈子 秦楚年 不躲了 我敲了敲车窗 听说秦氏法务部那位部长有着地表最强的团队借给我用一张律师函而已 泛步着 我撑着车窗附荷倒 我也觉得 说完我趁他不注意扯过他的领带 两人快速靠近 几乎要鼻尖抵着鼻尖时 我停了下来 这件事我自己解决 一个送翘而已 泛不着你出手 秦楚年的脸 铺了一层阳光 这才让他苍白的皮肤显得有人气了些 因为顺着我的动作 这个姿势对左腿还是一致的 他有些困难 修长的四肢紧紧扣着玻璃 阴逸的凤眼 一顺不顺地盯着我 片刻后 他垂眸 唐之怀 不要同情我 同情他 我从车窗口钻进去半个身体 你觉得我是在同情你 说完我扫了眼他的一只 并伸手按在他的大腿上 缓慢地向下游走 摸到坚硬的 冰冷的一只 还记得在医院的时候 你和我说的话吗 你说 你不想让我见到你 最狼狈的样子 要我等你三年 到时候 你会以最好的状态 出现在我面前 我哼笑一声 你以为我不知道 秦家 现在已经完全 被你攥在手里了 如果没有你的许可 他们根本不可能 散出你要找人联姻的消息 怎么是记起我快要回国了 想早点结婚 断了我的念想 秦楚年紧绷着下河 沉默不渝 我撑着他退出去 站直身体后 听见车内人轻声道 三年过去 人是会变的 唐之怀 我已经不是你记忆里的秦楚年了 我其实也明白 关于秦楚年的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 当年他从秦家最有可能的继承人变成一个废物 秦老爷子风流膝下儿女众多 他被那群人逼得退无可退 后来更是销声匿迹 我在国外求老爷子查他的行踪 可再一次得到他的消息 已经是一年后 那一年他手段强势地进入秦氏领导层 在把控秦家命脉之后 叫那些欺负过他的人和当年的他一样 爬出偌大的秦家祖宅 从此以后 秦楚年暴力的形象深入人心 可那是对那些人而言的 与我秦楚年一直都是那个 为了救我追上绑匪 却因此断了一条腿的人 当晚 我去参加宋家所谓的家宴 在一家会员制中式餐厅 服务员领着我走到一个包间门口 我带着唐家法务部和公关部的负责人 其中一位帮我推开包间门 里面的人同时看过来 却没想到是一个不认识的陌生男人 宋府微微皱眉 望向跟在后面的我 宋翘 这是什么人 我郑重其事地和他们介绍 这位是我请的公关 接下来会就宋翘小姐在网上造谣的事情和各位协商处理 这位是我请的律师 来商谈被宋翘小姐损坏的幽灵兰植株的赔偿事宜 国家兰花专业培育实验室已经对植株价值做出了评估 因幽灵兰培育困难 被宋小姐损坏的那一株可能是世界唯一一株 价值无法估量 如果非要用金钱衡量 大概在两千万人民币左右 估值报告在这里 如果各位不认同的话 可以自己请专业团队进行评估 众人 两千万人民币对宋家来说并不算什么 至少不需要动不动产和公司流动资金就能把钱凑出来 但这一套下来 侮辱性很大 宋父脸色难看 宋翘 我打断他 宋先生 我叫唐之怀 或许我小时候很喜欢宋翘这个名字 但现在我不喜欢和别人用同一个名字 宋父一巴掌拍在桌面上 早就端上来的茶水 因此抖动不休 你怎么会被养成这样 这就是你的教养吗 有什么事情 可以等家宴过去再聊 你妈满心欢喜地等着你过来 结果你就是这样 对我们的 我的视线扫过整个包间 最后落在宋翘身上 既然是一家人的宴会 宋翘小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宋阿谋子冷沉地看着我 悄悄在被爸妈收养的那一刻 就成了他们的女儿 我的妹妹唐之怀 当年你被拐卖这件事 我们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是因为翘翘 我们才从悲伤中走出来 你对她的嫉妒只会让爸妈为难 而且你不应该嫉妒她 她是最无辜的 我坐在背对着包间门的位置 和宋家人面对面 请问我说的两件事里 她哪一件事是无辜的 是在网上造谣 她只不过打碎一个花盆 我就叫她赔一千五百万 无辜还是煽动她的那些脑残粉 来院子里堵我 无辜 或者你的意思 是我不该叫她 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看他们哭得哭 不然就对我怒怒而逝 挑起这一切的送翘梨花带雨 物字低头擦着眼泪 是我错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人都有不小心的时候 我懒得继续和她扯皮 给了法务部负责人一个眼神 她当即拿出专业态度 各位是想私下协商 还是走司法途径 翘宋母哽咽着走过来 握住我的手 她哭得伤心 是我们对不起你 可你这样做 真的太伤我们的心了 你知不知道 在你被拐卖的那段时间 我和你爸有多伤心 我知道 你在外面肯定过得很辛苦 这笔钱我会给你 就当是对你的补偿 只要你跟妈回家 本末倒置 我冷眼看着面前这个自我感动的女人 说得像是我愿意认亲 是因为这两千万事的 说不定他们还觉得 我是故意把幽灵兰放在那里 让宋敲衰的 毕竟 这就是一个农女的格局 你想嫁到秦家 你哥和我说过这件事了 宋母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拍拍我的手背 也好 秦家不错 你嫁过去 他们不会亏待你的 我的脸色越来越冷 把手从他掌心抽出来 我去下洗手间 我待在这里 正是就很难谈下去 还不如先避一避 才刚到洗手间门口 宋敲就追了上来 他叫住我 唐之怀 我当没听见 进了洗手间 在水龙头下洗了手 抬头看着镜子里的人 你想说什么 宋敲双手抱胸 你知道爸妈为什么会急着把你认回来吗 我不感兴趣 宋敲一言 没事 人一样继续 因为他们想要你和秦家那个废了的大少爷联姻 到时候 我可以靠着你和秦朝接触 等我也嫁过去 我们就还是姐妹 他似乎已经想到了那个光景 脸上挂着一抹得意的笑 我面不改色 你就不怕我反悔 为了两千万和爸妈离心的人能有什么格局 你可能不知道 我一年的生活费就有两千万 圈子里的人都讲究门当户对 就算你在培育花草方面有建树 想要嫁入豪门 也只能靠爸妈 我想了想 点头 也对 那谢谢你们了 宋敲那种感觉像是见了鬼 他脸色难看 掉头就走 片刻后 他又转回来 当着我的面 给了自己两巴掌 眼角溢出泪花 勾带起一抹红 我等一下 宋敲一愣 我趁他不注意 快步走过去 抬手就是两巴掌 最后满意地捏着他的下巴打亮 嗯 这样才对 宋敲没想我真的敢打他 还用了十成一十的力气 他尖叫起来 唐之怀 我回到包间的时候 法务部那位已经谈妥 至于宋敲在网上造谣的事情 宋安只答应会让宋敲把帖子删了 宋副说 以后就是一家人 没必要把事情做那么绝 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名誉 损失两千万 我给了他 如果真的要追究 就是把宋家的脸皮丢在脚下踩 以后不要再进我宋家的门 我进来的时候正好听到这一段话 不由地仔细瞧了宋副两眼 宋副见我进来 脸一垮 唐之怀 你为什么要打翘 我实话实说 他说 你们急着把我认回去 是想让我和秦家联姻 把我嫁给秦家大少爷 因为大少爷瘸了腿 你们不想让宋敲嫁过去 只能找我宋副 他狠狠瞪了宋敲一眼 宋敲把脑袋从宋安怀里露出来 我没有这事 难道不是秦二少告诉你的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还挺聪明 知道把秦朝拉进来 我笑了笑 看向公关部负责人 我之前给过你一份名单 麻烦联系一下他们 请他们帮忙澄清 我并没有因为一个花盆追究宋翘的责任 然后把我发给你的监控视频用兰花培育所的官微发出去 并艾特宋翘小姐 请她帮忙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向她讨着一千五百万 三年前 那些人通过舆论战打压老爷子的公司 聪明人是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的 更别说宋翘的手段远远比不过那些人 我撑着桌面 隔着巨大的圆桌和他们对峙 本来我不想和你们追究幽灵兰的事情 也算是全了这段血缘关系 可宋翘千不该万不该 把农家小院的地址泄露出去 那里住着一个年过六十的老人 如果被你那些激进的傻逼脑残粉气着 或者只是轻轻推那么一下 都有可能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 到时候只怕你有九条命都不够赔的 我放下狠话之后 宋家人着实沉寂了一阵 但网上的舆论在我的引导下愈演愈烈 植物学界的许多大佬都出面批评宋巧 甚至有些专家教授在国际国内都叫得上名号 一群年过半百 逃离满天下的老人 第一次开通了微博 就想看看把第一株人工培育半年的幽灵兰摔坏的女人 长什么样子 这是我老师的微博 她年纪大了 打字慢 这个工作交给了我 网友们可能不知道那一株幽灵兰代表了什么 那是唐小姐在国外的老师送给她的服务 取自一棵枯死的苹果树 唐小姐和老师野外实践的时候 发现了枯树上冰死的幽灵兰根系 这一品种的兰花至今没有实验室培育成功过 但如果不人工干预的话 这株本来就罕见的 幽灵兰会彻底死亡 他们把枯木带回实验室之后 唯独唐小姐培育的这一条根系有了生长的迹象 唐小姐和她的老师多次请求 才有了把根系带回国内和我国业内人士学术交流的机会 可是这位宋翘小姐不经主人同意 进入别人的培育房 还笨手笨脚打碎花盆 事后更是倒打一耙 赔一千五百万 怎么了? 在我们看来 这一千五百万根本抵不过那两根幽灵兰根系的价值 这位教授学生发出来的帖子一日被转载上万 而宋翘那边多了许多的骂声 尤其是他最新的那个帖子 他被人打了两巴掌的照片 根本没激起任何浪花 大概是因为我请了水军 在他的帖子下面说 辛苦培育半年的兰花 被人摔坏了 这个农学生养了一学期的课程作业 被人吃了有什么区别 快毕业的学生狗已经带入了 就跟写了一半的毕业论文 被人删了一样 如果小偷进我房间 删了我做一半的PPT 社畜真的会崩溃得好吗? 楼上嘉一警察一来 只会发现小偷变成了一块一块的我 他进来的时候就是一块一块的 眼看宋翘被网友们骂到退网 宋家那边终于有了动静 宋安带着宋翘过来跟我道歉了 我在培育房里忙活半赏 直到老爷子喊我吃饭才出来 宋安按着宋翘的后脑勺无奈道 翘翘 宋翘眼眶发红 哥!你也觉得我错了吗? 你以前根本不会这样对我的 我走到一边给老爷子装饭 样子有些心不在焉 老爷子用筷子敲了敲我的手背 还装呢?你想撑死我这个老头子? 我撇了别嘴问宋安 我听秦朝说 秦家给圈子里的人都发了帖子 理由是随便聚聚 其实是他妈要让士林的女孩聚在一起 跟秦少爷相亲 宋安满腔想说的话被我打断 愣了愣点头 确实是 我们家里就来了一张请帖 我眯着眼摸了摸下吧 你之前答应我的 要把我架过去还算数吧? 宋安哪里有人经过了那么多事情 甚至可以说双方都闹掰了之后 若无其事地提要求的 但他很快想了想 点头算数 行 什么时候我那天自己去找你们 然后和你们一起过去 宋安 他沉默看了眼宋桥 我知道你来这里是要干什么 可是你也知道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培育花草的农女 可能在植物学界有点建树 但面对吃人的舆论 甚至是这件事背后的资本 我就是个喳喳 就算宋桥和我道歉 我也没办法阻止 不过你放心 只要他不再继续上蹿下跳 给我点时间 如果能把幽灵兰救活 所有舆论都会平息的 宋安听到背后的资本几个字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点头 培育幽灵兰的资金 宋家会负责 有什么困难可以和我说 不过我希望你能在网上和网友解释一下 就说翘翘已经向你赔礼道歉 兰花的情况并不是很严重 给你点时间 你能重新把它培育起来 我摇头 我生性内向 不太喜欢和网友打交道 这就是拒绝的意思了 不过我保证不会出面火上浇油 宋安垂着眼皮 我继续说道 如果可以 我希望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不然也不会被你们教养出来的女儿针对 宋安眸光一闪 滴滴道 我知道了 我会想办法让你嫁进秦家当豪门太太 也算是当哥哥的弥补之前对你的亏欠 我等他们离开后才笑出声 也不知道宋安日后想起这句话 会不会觉得自己脑子有病 老爷子听见我笑翻了个白眼 还背后的资本不就是你吗 唐总 我 嘿嘿 唐董就别打去我了 至于宋安怎么想的 大概真的以为有人在背后搞他们吧 毕竟秦家最近有个地产项目在竞标 在美矿域下的地产行业 这个项目足够宋家吃两年了 竞争激烈 抓住这件事不放的可能是对家 也说不定 不过对宋家来说还是有点可惜 因为这个项目是秦家和唐家一起合作的植物科技研究所 秦朝就宋家可能会参与竞标的问题和我讨论过要不要给他们放水 或者第一时间把他们pass掉 我是一个好人 他们这么对我了 我也没说要在竞标上公报私仇 秦家宴会那天我去了宋家 给我准备的礼服似乎是宋翘不要的 但他们以为我不知道 我白手 我可不像你 连名字都捡人不要的 宋翘把手里的手机朝我砸过来 你为什么几次三番地针对我 可能是因为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吧 宋翘冷笑一声 把蓝色青纱撕开 不要就别穿了 你就这样去参加宴会吧 其实这正合我意 人靠衣装马靠安是不错 但有人本身就象征着全与世 而不是需要高定来衬托的人如何高贵 下了楼 宋父问我为什么没换衣服 我还没说话 宋翘开口 姐姐说她不喜欢这件 还生气把它撕了 宋母接过衣服看了看 望着我欲言又止 知怀 要是不喜欢 我带去你商场重新选 我摇头 不了 我就这样也是可以的 可是宋父有些不耐烦 他想就这样 那就别管了 快走吧 等下去迟了 我耸耸肩 拿出手机问秦朝 你哥到了没 秦朝秒回到了 他正站在三楼的走廊上盯着门口 嫂子 你快来 我哥要望眼欲穿了 我 呵呵 在这跟我欲擒故纵 让他等着秦朝无条件站我这边 我也觉得 让他等着他这样的选择 是从无数眼泪里总结出来的 简而言之就是 当我和秦楚年闹矛盾 他一定要站在我这边 因为他哥恼羞成怒 要收拾他的时候 我会帮忙拦着 还肯定能拦下来 如果他站在秦楚年那边 我说要收拾他的时候 秦楚年还会很没原则地被我怂恿着一起收拾他 车上一路无话 我和宋翘都在低头看手机 倒是没有发生其他矛盾 也不知道他是在和谁聊天 聊完还抬头阴阴地看我一眼 哇 请不要把你要搞失的心思放在脸上好吗 我当没看见 低头继续骚扰秦楚年 你确定要和别家联姻是不是 那我决定不管你了 秦朝很快发来消息 我哥不知道收到谁的消息 看完就回房间了 我别管那个傻子了 宋家在圈里的地位大概是中等 天上属于被人讨好 但也要讨好人的类型 于是宋父宋母一进去就丢下 我们去和已经来了的客人寒暄了 毕竟这次的目的在小辈那边 宋安看了我一眼 我带你去你们这个年纪完的圈子 那些人从小养尊处优 对人客气 只是教养使然 别因为他们对你笑了笑 就觉得他们好相处 有些人骨子里带着恶趣味 把人卖了 还让人替他们数钱 宋安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大圈子里还有无数个小圈子 生意上的对家聚在一起 还得表面笑嘻嘻 心里难辟 所以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圆润 主厅后面有一个偏厅 一群二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天厅门一开 都会转头看过来 他们的视线在我们三人身上扫了一圈 有人看宋安 有人看我 还有宋翘的小姐妹在朝他招手 宋翘突然拉住我 姐姐 我带你去和他们玩 我甩开他的手 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我们个有个的玩伴 我话音刚落 有人冲过来 一把抱住我 一个扎着双马尾的脑袋 在我脖子处孤勇 啊啊啊 堂堂你终于回来了 我约了你多少次你数过吗 每次你都说自己没空 我好气的 真没想到你会过来 你不会是为了秦大哥来的吧 女生这一喊 很快就有人认出了我 唐小姐 三年不见了 唐姐 真的是你啊 我都不敢认了 三年了 你知道这三年 我是怎么过的吗 又一个大腿挂剑扑了过来 我 老子总和我说 学学你 我怎么学把退市的唐市重新上市 我老子都说他不一定能做到 各家的少爷小姐们聚在我面前 揽着我的肩膀 隔两好地带我坐上主位 姐 唐姐 你终于回来了 听说唐市打算和秦市合作 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机会分一杯羹 大项目 我找秦朝 他说这个是他哥负责 他不管事 姐 你就不一样了 我手里握了点闲钱 想跟着姐姐挣大钱啊 我笑着摇头 新项目新方向 能不能盈利暂时还不知道 他们都明白 我这是在谦虚 如果两家巨头一起合作的项目都不能挣钱 那这个项目根本不可能存在 隔着热闹的人群 我看向还站在门边有些不知所措的宋巧和宋安 朝他们露出一个笑容 宋巧身边跟着他那些好姐妹 大概是心入圈子的 和宋家一样 根本不认识我 有人问宋巧 巧巧那个堂姐是你的什么人呢 连裴家和吴家的少爷小姐都叫她姐 宋巧咬着牙摇了摇头 宋安摁了摁她的肩膀 和那些人说 她是我妹妹翘翘的姐姐 我们怎么不知道翘翘还有个姐姐 之前她走丢了 最近才认回来 那宋大哥 你能不能帮忙引荐一下 圈子里有新贵和老钱之分 前者抱团 后者有选择的带着 前者中某些人玩百年亿或者几百年的底蕴 如同一条沟壑横在双方之间 新贵想快速站稳脚跟的话 最好先和那些老钱家族扯上关系 而联姻是最好的方式 这些姑娘知道她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如果不想嫁给秦楚年 通过宋家的关系攀扯上我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很遗憾 我不会给宋安用我来卖人情的机会 看到宋家 我就记起了之前闹得沸沸扬扬那件事 现在想来如果培育幽灵兰的人是唐姐的话 好像一切都对上了 所以唐姐真的是宋家女儿 这是闹的 有人叹了口气 看着宋安问我姐 你说说我们该怎么做 既然是我姐 那就不能当个笑话看了 这位陪少爷家里前些年干房地产的 目光长远溜得快 手里握着大量的资金 开始研发精砖技术 在智能机器人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当然 这并不代表他没法插手到房地产 现在地产败落成这个样子 他发个话 自然有人看眼色形式 我喝了口香槟 没必要 到底是我亲生父母 平常心对待就好 这话是说 不要特地为难 也不要说什么 看在我的面子上 帮忙按章程来我都不会说什么 陪少爷明白了 二郎腿一翘 看着走过来 却刚好听到我最后那句话的宋安 吃笑一声 有眼色的人才能做好生意 说实话 我并不觉得宋家后续会有什么发展 唐之淮这个名字 你就算不知道跟人打听 也可以在网上查查 当年唐氏被境外投资商针对 是唐姐联系了国头 力挽狂澜 才避免了破产 之后那些人教唆一群 却心眼地绑架他 这事也闹得沸沸扬扬 秦少还因此断了条腿 你们看在秦朝对他的态度上 也应该察觉到苗头 结果说到最后 陪上呵呵一笑 再也不看宋安 我不知道宋家人会不会后悔 或许会 但那和我没关系 世界上没有后悔要吃 还是那句话 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但我知道宋翘一定不会后悔 在知道我的身份之后 他似乎更加嫉妒我 而他早就安排好的一枚棋子 也终于开始行动 我喝下一杯香槟之后 察觉有些不对劲 面前的服务员穿着黑色制服 身姿挺拔 相貌也好 这时低着头看了我一眼 我愣了愣 拿出手机 拨通了秦楚年的电话 我并不知道有没有拨通 只觉得天摇地晃 有人扶着我往楼上走 姜刘 我实在没办法了 谢谢你能帮我 女声轻力 我听出来是宋翘的声音 男声沉沉的 需要拍视频吗 可以吗 会不会对你不好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骂了一句 见鬼的 什么都愿意做 宋翘很快离开 不久 我发现有人在截我的衬衫扣子 我抬手挥了一巴掌 没什么力道 反而激怒了对方 脸颊一疼 让我恢复了些许意识 放了我 我会给你钱 姜刘 把我翻过去 背对着他 你们有钱人觉得 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钱解决吗 这种方式对你没好处 我下意识去拿自己的手机 却没摸到 余光一扫 发现了地上的手机残骸 我闭上眼睛 有种当初被绑匪绑架的绝望 江流把裤腰拉下来 直接就要往里 对 看起来是想速战速决 我操 刚骂出声 江流倒在了我背上 我脑袋偏到另一边 看见秦楚年站在床边 一手捏着江流的脖子 把他拉起来 把人往地上一丢 极数支的一支 一下子踩在他脸上 接连抬起又落下 直到那张长的还算不错的脸 都快看不出人形了 我伸手拉住他 别打了 打死人了 你要为这样的人渣偿命吗 秦楚年转头看我 眼红得吓人 我拉了拉衣领 扒着他的手臂 幸好你来了 帮帮我 我有点热 秦楚年没动静 他僵直着立在床边 我晃了晃脑袋 你不会是想把我丢给别人吧 阿年 秦楚年掰开我的手 俯身把江流拎起来 他真的有好好进行康复治疗 这几步路走的 看不出他的一样 我看着江流被他丢进卫生间 他很快回来 我躺在床上 搂住俯身凑过来的秦楚年 摸摸他结实的背脊 阿年温柔点 秦楚年俯着我的脊梁往下 嗯 不对不对 我在最后一刻记起一件事 但已经来不及了 秦楚年亲了亲我红肿的脸颊 怎么了 我听江流和宋翘谈话 他们还准备拍视频 秦楚年回头看见了很明显的摄像头 他第二天上午 我迷迷糊糊拉开腰上的手 起身去洗手间 被里面瞪大眼睛的人吓了一跳 秦楚年 我关上洗手间的门 回头喊人 秦楚年立马从床上坐起来 梳理了一下乱糟糟的头发 怎么了 你快把这里面的人弄走 我要上厕所 秦楚年很快把江流拉走 出了房间就看到靠墙坐着的秦朝 他生无可恋 哥 你总算出来了 秦楚年有种被听墙角的不自在 但他知道这里的隔音很不错 秦朝应该什么都听不见 而且秦朝在这也不是为了听墙角 他脚边还躺着一个人 是宋巧 他鬼鬼祟祟凑过来的时候 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现在怎么办 秦楚年把手里的人丢给他 送两人去酒店 请几家媒体在外面等着 今天的头条行 秦朝比了个OK 正是说完 他嘿嘿一笑 哥 怎么样 我就说你一直被嫂子吃得死死的 还硬要把人推开 小心嫂子跟你秋后算账 秦楚年冷漠道 不用你操心 行 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秦楚年收拾好了自己 就站在床边看着我 我理了理自己的头发 怎么还想要秦楚年 别想了 你不是要和别人联姻 昨晚的事忘了吧 就当没发生过之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秦楚年见他不说话 我冷笑一声 继续道 如果你觉得吃亏的话 我给你开张支票 秦楚年垂下眼皮 我错了 我走过去捏起他的下巴 错哪了 都错了 是我自尊心作祟 总觉得不能给你幸福 我搭拉着眼皮看他 秦楚年搂住我的腰 将我带进他怀里 唇擦过我的脖子 有要擦枪走火的仙兆 我一把把人推开 这是没完 宋翘和江流的报道出来那一天 宋安找到了我面前 他独自一个人 浑身都散发着颓废的气息 恰恰这件事是你做的 他这话不像是疑问句 反倒像已经确定了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翘翘没有请媒体 看来他也知道宋翘做了什么 我找出那天在房间里拆下来的摄像头砸在他脸上 对 没有请媒体 但他打算拍视频 宋安 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了 本来就单薄的血缘关系 没那么多事情能由着你们消耗 宋安看着掉在他脚边的摄像头 也顾不上鹅脚被划伤 他蹲下来 把摄像头捡起来 在他来宋家的那么多年 我一直把他当亲妹妹 宋安 我打断他 我没兴趣了解你们的兄妹情深 希望你们不要再过来找我 至于那一纸亲子鉴定报告 就当他从来不存在吧 可是爸骂他们 我觉得他有点听不懂人话 宋父宋母拉不下面子 宋俏没这个资格 只有宋安被推出来低声下气和我道歉 所谓的亲情也不过如此 我喊来安保人员把人丢出去 以后不要让他进来了 接连出现绯闻 在秦氏的招标会上落选 日渐衰弱的大环境下 宋氏似乎已经没有了起死回生的能力 宋父来找过我几次 我也见了两次 最后的结果都是不欢而散 直到后来 阳光正好的一天 我在公司楼下遇到了拿着匕首的江流 在不远处等我下班的秦楚年和他同时冲过来 秦楚年把我推到一边 匕首滑破了他的手臂 江流很快被保安压制住 他看着我瞠目欲裂 都是因为你 不然翘翘不会变成这样 你该死 作为宋翘在孤儿院就认识的青梅竹马 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田狗 宋家把宋翘赶出去之后 他把人接了回去 一天打好几份工养着他 现在因为他的几句哭诉 田狗开始杀人 以为我死了 宋家就能把宋翘接回去 继续过他大小街的日子 可惜他们的算盘落空了 我看着受伤的秦楚年 突然想到那年他面对着绑匪的车也是毫不退让 我恨恨地瞪他一眼 你是傻子吗 三年前为了我断了条腿 现在还要为我丢命 我是什么 扫把星吗 难道是和你八字不合 秦楚年摸了摸我的脸 光天化日之下亲亲我的嘴角 我没事 不管秦楚年有没有事 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我安排了国内最强的法务团队 把江流告上法庭 并追究宋翘的教唆杀人罪 虽然证据不是很充分 但使了点小手段 让宋翘亲口承认了 他就是想要江流杀了我 我不想和江流过那样的日子 哥都是因为唐之淮的打压 宋家才会变成这样 只要他死了 宋家会越来越好 你相信我 我都是为了你们啊 宋安满脸失望 甩开了他的手 宋翘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宋翘死死抓着他的手不放 我都是为了你经过一个月的官司 宋翘和江流都获得了一个铁饭碗 至于宋氏被我用他们之前给我的两千万吊着一口气 我知道这口气不会再延续太久 但这是他们用宋翘换来的苟延残喘 我该满足他们 培育房内折断的根系又有了生长的迹象 我回头看着不远处 秦楚年在陪老爷子钓鱼 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放假了 吴晓峰回家看望父母 拿出了钥匙 正要开门就自己打开了 正巧撞在他的额头上 痛得他挨忧直叫唤 屋里一个大叔被推了出来 又把吴晓峰撞翻 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副一副 很生气说道 你劝劝你爸妈 怎么能这样 父亲走出来 把儿子扶了起来 拉进屋里就要抬手哄人 你走 我不要你的钱 你别再来了 再来咱们就没有交情了 姨父跺了跺脚说 你真觉 我不管 明天我还来 姨父走后 吴晓峰满心疑惑 而父亲却背着手回卧室去了 也不跟儿子解释来龙去脉 吴晓峰就去问母亲 然而母亲也不让他瞎打听 没过一会儿 姨父给吴晓峰打来电话 约他出去见面 父母听到了动静 立即过来制止吴晓峰 不让他去见姨父 搞得他更加迷惑了 无奈之下 父母这才坐下来 要和吴晓峰好好谈一谈姨父家的事 说事之前 父母先给他提出要求 你听了这件事一定不能贪心 不能问姨父要钱 否则我们没有你这个儿子 吴晓峰见事情这么严肃 赶紧正金危坐 听父母说话 父亲说 你在外面工作忙 不知道 老家现在搞拆迁了 之前那套房子赔四十万 吴晓峰听到这个消息 立即就明白 父母为啥对自己是这个态度了 因为他谈了个女朋友 最近正想要跟女友求婚 结婚肯定需要买房买车 所以 父母是怕他跟姨父要钱 父亲又说你姨父来就是来给咱家钱的 四十万拆迁款 他要给咱家三十万 我和你妈商量过了 这个钱我们不想要 你也不能犯糊涂 听见没 吴晓峰心里也有点不高兴 说爸妈 你们把我当成傻人了 我怎么可能因为自己的婚事打这个主意呢 听儿子这么说 父母总算是放心了 父母之所以坚持不要这笔钱 完全是因为曾经和姨父的那段交情 十几年前 姨父还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 他们夫妻俩做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 赚了不少钱 他们在省会城市买了房 带着孩子搬去城里生活 这让亲戚们非常羡慕 有些亲戚问姨父借钱 数额不大的 姨父也就借了 从来没有催还钱 也不抱怨什么 那时候吴晓峰的父母觉得厂里效益不好 也想出去赚钱 但是因为他们给孩子在县里买了房子 打算让他读重点高中用 所以手头没什么钱了 就想问亲戚们借点 其他亲戚都不乐意帮忙 只有一付一次性出了三万块 父亲就用这笔钱买了一辆面包车 和妻子起早贪黑的送货 那段时间 电视购物很火 货运生意很好 做父母把握住这次机会 赚了十几万 后来就在小县城开了个小店 一家人住在县城里 老家只剩下一套一条龙的小房子 几年后 姨父的生意出了事 听说是被生意伙伴坑了 被几个朋友骗着签下了什么合同 结果不仅全部家产赔光 就连房子也拿去做抵押 被坑没了 他们一家三口被赶出家门 租了个便宜的合租房住 姨父回来找亲戚们帮忙求亲戚收留 可是之前借过钱的那些亲戚们都不愿意帮忙 有些人确实是一直不富裕 有的人是孩子正在上学 是用钱的关键时期 家里没什么存款 但是总体说来 大家都表示爱莫能住 现在算来 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吴晓峰记得那时候自己正在念高中 父亲突然急匆匆回家来找房产证 是吴晓峰的父母出手相助 把老家那套不怎么值钱的一条龙卖给了一副一家人 让他们好歹有地方住 不至于还要在每个月掏租房的钱 在十年前 这套一条龙大概价值七万元 而父亲却只收了一副三百元 姨父一家人感激涕零 父亲却说 当初你借我几万块 让我买了车 我们家才能有现在的生活 我咋能看着你们受苦呢 再说了 这个房子很破旧 也不值什么钱 父亲表示 因为吴晓峰正在读高三 也是用钱的关键时刻 他们拿不出什么钱来帮忙 只有这套闲置的房子能派得上用场就好 后来吴晓峰考上了211 去外省读书了 他忙碌学业的那些年 听父亲说一副在老家承包了商店 生活好起来了 姨父一家人也是很能吃苦很勤劳的人 他们对接了平台订菜的业务 又揽下快递 老家小镇虽然人不多 他们却工作得非常认真 服务很周到 所以很快就扩建了店面 有了钱之后 姨父在城里给女儿买了一套不大的房子 准备夫妻俩干不动了 就去找女儿养老 那套房 女儿先住着 也省了租房的钱 十年间 姨父一家人的勤劳 一直让吴晓峰很敬佩 而且 父母的本分热情有爱心 也让吴晓峰很受鼓舞 现在父亲说一副决定 把那套一条龙的拆迁款 拿出三十万来给他家 估计也是知道吴晓峰准备和女友结婚的消息 想要表达谢意 父母都不愿意接受这笔钱 吴晓峰也赞同这个想法 他把这件事告诉给女友 女友知道后连连夸赞吴家人三观正 看来也是个不错的姑娘 大家都很满意 唯独姨父还是不高兴 三天两头来找吴晓峰的父亲 两个老头子喝了酒又吃了饭 见面很多次 还是谈不拢 最后姨父又发火了 跟吴晓峰的父亲吵了起来 不过 大家都心知肚明 姨父其实就是想用强硬的态度逼他们收下这笔钱 吴晓峰的父母才不会上当 吴家拒绝拿钱 姨父竟然挤私下里找吴晓峰 甚至去找他未婚妻 无论如何 都想要把这三十万给出去 也是有趣 这三十万的巨款竟然成了被两家人嫌弃的东西 最后 父亲见姨父态度实在是太坚决了 而且闹了两个月还不肯罢休 只好答应收钱付 父亲说 这样吧 咱们两个个退一步 我拿十万 就当你随份子了 姨父好不容易见他答应收钱 还管什么分子不分子的 先把钱给出去再说 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美滋滋地给老吴把钱转过去 从这之后 两家人的关系也更加亲近了 姨父家的女儿生孩子时 吴晓峰的妻子还给他送去了很多便捷好用的东西 两家人相处得好 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也相互帮助 一起解决困难 这时候那些对于个人来说非常大的阻碍 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了 亲戚之间的相处其实本该如此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非常自私 只顾着自己 总觉得帮助亲戚就等于被占了便宜 要不要帮助亲戚 还是得看这个亲戚值不值得帮忙 有的人虽然比较穷 但是他比较重感情 但是他比较重感情 又很有赚钱的头脑 不会干违法的事 这样的亲戚很明显是值得帮助的 因为他们有本事的同时还知道感恩 得到帮助后是一定会投桃报李的 当然 有些人不愿意帮助亲戚 是因为极度心强 他们不去帮助有能力的亲戚 就是怕这个亲戚赚了钱之后 比自己更富有 到时候 自己心里就不平衡了 觉得好像自己成了众人眼中的笑柄 越是有这些想法的人 越难以获得有用的人脉 生活中也遇不到贵人 大家觉得对吗 欢迎留言评论 点赞加关注 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看到 好了 第一个小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下一则故事 星云 我死后被做成了腊肉 而我的妈妈 为哄她心爱的妓子开心 她亲自下厨 把我端上了餐桌 做了一道干胶爆腊肉 咚咚咚 谁呀 我妈打开门 老刘 你这是给你送肉来了 中年男人憨厚地笑了笑 将手中的红色塑料袋打开 里面是两块熏香扑鼻的腊肉 鲜红色的肉质 乳白色的脂肪 我妈没接 她有些迟疑道 这多不好意思 没事远亲近邻吗 老刘直接将袋子硬塞到了她手里 还有不少肉没处理完 你先吃着 过两天 我再给你送 她脸上一直带着笑 白白手进了电梯 我妈看着她消失的背影 小声嘟囔 今年还挺大方 她也没在意 我跟着她飘进了屋 陈乐凑上来 妈 闻到这腊肉的胃 我都饿了 那还不赶紧给你妹妹发消息 陈叔从卧室走了出来 问问她几点到家 爸 我打过电话了 陈乐支支吾吾 脸上露出几分委屈 冲我嚷了一句滚 就挂断了 再打过去 她也不接 这孩子心里 怕是还在记恨着小乐呢 陈叔摇了摇头 过年都不回家 我打给她 我妈的脸沉了下来 不用打 她爱回不回 手中的腊肉 也被她重重地扔在了地上 养她还不如养条狗 陈乐连忙撒娇卖乖 妈犯不着为这个生气 她不回来 还有我和爸陪着你呢 她一开口 我妈的神色 就肉眼可见的缓和不少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 看着这一家三口 早就已经习惯了 小的时候 陈乐刚住进来 她只肯喊我妈 李阿姨 然后那些我见都没见过 也不让碰的玩具 新衣服 还有零食 就全被捧到了她面前 我至今还记得 当她改口喊出妈妈两个字时 我妈欣喜到激进诗语 她含泪将那父子俩抱住 而六岁的我呆呆地站在一旁 离他们不远不近 却经味分明 好像两个被割裂开的世界 也一如现在 我明明站在他们前面 可是却没有人能看到我 生前他们的眼里没有我 此后一然 厨房门口 一股呛人的辛辣味传出 我妈低着头 一刀一刀地将腊肉切开 有些暗红色的血水从中渗出 流到了砧板上 她皱了皱眉 怎么感觉和之前买得不太一样 我木然地看着那块肉 扯了扯嘴角 怎么会一样呢 这可不是用猪肉做的呀 视线又落在锅中的辣椒上 我嘴角扯起的弧度就更大了 没想到自己竟是以这种方式 接触到了它 陈乐和陈叔叔无辣不欢 可我却是连半点都不能沾 不是不喜欢 也不是不能吃 而是没资格 都是因为你 要不然 你爸也不会死 这句话我从小听到大 都说酸儿辣女 我妈在怀我的时候 一度非常湿辣 我爸就每天晚上 都会出去给她买一份辣子鸡 可那天 她遇上了疲劳驾驶的司机 即便送进了医院抢救 最后也还是没能醒过来 我妈激进当场昏厥 大出血后生下了我 其实一开始 她并不讨厌我 可我乃白发人送黑发人郁郁寡欢 她身子不好 没两年就去了 生前也曾忍不住埋怨过我妈 埋怨过我 如果你是男孩 你妈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失落了 不可思议 甚至有些不可理喻的想法 也许那就只是 她在极度悲痛下的随口一说 但我妈听进去了 她看我的眼神 渐渐变得冷漠 小的时候懵懂 看见陈乐吃得欢 我便也想尝尝 可只要我伸筷子 整桌饭菜都会被掀翻 许莫话 我告诉你 我妈的脸冷得吓人 你这一辈子都没资格碰辣椒 被菜汤劈头盖脸 浇了一身的我哇哇大哭 却没有人会来哄 到最后 陈叔安抚好我妈 他们一家三口 就会手玩手出去吃饭 至于我 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 小孩子嘛 哭累了 自然就不哭了 自那以后 不管喜不喜欢 我都会只吃离自己最近的那盘菜 就算上了大学 就算搬出了那个家 这个习惯也一直跟着我 他就如同无法摆脱的复古之居 同寝室的同学曾这样说过 莫欢 你这样真的好像寄人篱下 从小看人眼色长大的小孩呀 明明只是一句玩笑话 可我却在那一瞬间觉得如有坚真 缓缓刺入柔软鲜活的脏气里 不致命却是极端的折磨与煎熬 而现在 同样是淹没在那份煎熬中 我深深地看着这一家子 看着他们在这大年夜合家团圆 这顿年夜饭有些冷清了 以往 我妈都会时不时地给陈乐夹菜 若有需要包壳的海鲜 她更是从来没让陈乐动过手 可等我眼巴巴地把小碗挪过去时 我妈总会不耐烦 干嘛自己吃 我包不过来 于是 比陈乐还要小一岁的我 就只能慢慢地 笨拙地学着大人的样子 自食其力 而今晚 我妈的筷子却一次都没有伸向陈乐 她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 这样的反常 冠会察言观色的陈叔自然是注意到了 她使了个眼色 陈乐心领神会 妈 要不然我还是出去住两天吧 她故作无奈 我不在 莫欢可能就愿意回家过年了 陈叔也叹了口气 女孩还是不比男孩 总是心思要细一些 也更记仇些 我妈吃饭的动作就是一顿 她下意识猝起眉心 看向陈乐 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让你在过年的时候出去住 这话一出 一旁的我就忍不住面露 基朝从来都是这样 在我和陈乐之间 她永远不会选择我 现在如此 以前也是如此 陈乐虽比我大一岁 但她流过急 和我同班 高三那年 她和别人玩真心话大冒险 在周围人的启哄和怂恿下 她去偷了班主任放在讲台里的班费 一群人嘻嘻哈哈到处吃喝玩乐 很快将那两千多挥霍一空 在如同圣者一般享受战利品时 他们从未想过这件事情会带来的后果 第二天 班主任大发雷霆 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报警 陈乐整个人都僵住了 要知道 虽然主意不是她出的 但钱却是她去偷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 陈乐算是主犯 那天放学回到家后 她就把自己反锁在了房间里 直到我妈和陈叔两个人在外面好说歹说 劝了半个小时才啃出来 已经六神无主地她在两人的追问下自然是什么都说了 当晚 我妈破天荒地主动进了我的房间 明天你去把这钱给班主任 但别说是小乐拿的 她避开了我不可置信的目光 似是有些心虚 又补充了一句 你成绩好 就算是你做的班主任也不会太为难你的 我没接那钱 努力控制住颤抖的声线 问她 你们让我去替她背黑锅 有没有想过如果被处分 我的保送还没说完就被我妈拧眉打断 只要你们老实不追究 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她顿了顿 况且哪怕不能保送 你参加高考也是一样的 我没同意 慕然地让我妈出去 兴许是她从来没有被我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过 瞬间声音就拔高了 接连不断地指责接踵而来 许莫欢 你真自私 为了区区地保送 为了不想参加高考 你就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哥哥陷入绝境 当初我就不应该生下你 隔天我妈拿着钱早早出门 大课间的时候 班主任把我喊到了办公室 她表情严肃 你妈妈来过了 替你归还了班费 本来肯定是要记过的 但学校念及你已经被保送 这次就不追究了 以后绝对不许再犯 我身子晃了晃 耳边嗡嗡作响 张嘴想说什么 可又能说什么呢 说自己的妈妈为了维护别人 往自己的亲生女儿身上泼脏水吗 妈妈 有人说过 每个孩子都曾经是天使 他们趴在云朵上认认真真地挑选 妈妈 我选择了你 然后丢掉了天上无数的珍宝 光着身子像个一无所有的小乞丐一样来到你身边 可你却一直在选择别人 这多可笑啊 晚饭后 陈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他怀里抱着薯片 旁边坐着我妈和陈叔 电视里正放着春晚 他们背上面的小品逗得合不拢嘴 我妈无嘴乐着乐着 突然撇到了摆放在茶几旁边的一个小板凳 孤零零 空落落 他的笑声就是一顿 那是我通常坐的位置 家里的沙发明明是四人坐的 可陈乐总嫌弃 坐着不舒服 非要躺着 你坐那 省得小乐总说挤 我妈倾台下巴 随意就给我指了个地方 自那以后 四人沙发就变成了三个人的 慢慢的 我变得更喜欢独自待在房间里 就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 不必被时时刻刻提醒着一个事实 他们才是一家人 而我被排斥在外 咯吱咯吱的薯片 咀嚼声让我妈从恍惚中回神 她摇了摇头 像是要将脑海中的念头甩掉 紧接着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礼盒 小乐 新年礼物 陈乐笑着接了过去 谢谢妈 这一幕每年都会有 从小到大 不管是儿童节还是新年 陈乐都能收到礼物 而对于我来说 礼物两个字就像是静中月 水中花 看得见摸不着 总之是我没有的东西 别说是那些节日 就连生日我也是没过的 在我出生的那天 我妈彻底失去了我爸 她说那是她所有不幸的源泉 所以我不但没有资格碰辣椒 同样也不配过生日 但在我六岁之前 外婆还没去世 她和我乃不一样 从小就疼我 自济时起 我开始意识到 别的小孩子都是会过生日的 有一次 外婆看见我盯着电视 一一压压地跟着唱生日歌 她在我五岁生日那天 偷偷买了个小蛋糕 下午四点 蜡烛就点上了 我看着蛋糕上雪白的奶油 眼神亮晶晶的 外婆 电视里 他们不都是晚上才过生日吗 蜡烛的光在白天 还不如夜晚的星星亮 外婆抬手在我头顶摸了摸 她眼里 带着明晃晃的疼惜 来 我们要在妈妈下班回家前 许完愿把蛋糕吃掉 可没等她话落 门口就传来了锁头转动的声音 我妈回来了 她平时都是五点下班的 可那天 却因为印章落在家里 提前回来了 生日歌戛然而止 我记忆中摇曳的蜡烛火光 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刻 我妈脸色铁青 大步走近 外婆有些着急 孩子这么大了 还从来没有过生日 还没说完 我妈一把就将茶几上的蛋糕扫落到地上 她冷冷地看向我过生日 我呆愣愣地看着那已经塌扁 变形了的蛋糕 处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妈却像是被刺激到了一般 开始疯狂递砸家里的东西 她歇斯底里 你怎么敢 你怎么敢过生日 外婆紧紧地抱着我 死死捂住了我的耳朵 可我还是能听到我妈用尖锐的嗓音大喊着让我去死 那种癫狂 厌恶 痛恨到了极致的语气 简直和那个人拿着剁骨刀砍断我的四肢时如出一辙 夜渐渐深了 陈乐打了个哈欠 起身往厨房走去 路过茶几旁 她像是看到了什么碍眼的东西一般 一脚便把那个小板凳踢开 直到她滚得远远的 陈乐才满意地笑了笑 打开冰箱 里面总是放满了她爱喝的橙汁 而我却是对她过敏 上初二那年 我妈的同事来家里吃饭 她来时买了很多东西 有鱼虾 有零食 还淋了一大瓶果粒橙 因为我妈平日里总念到自家的孩子爱喝橙汁 等上了饭桌后 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杯饮料 除了我 周阿姨注意到后 问我怎么不喝 陈乐抢声道 她喝不了 对橙子过敏 说完 她又故意地端起杯子抿了一口 贴过来的眼神里全是得意 周阿姨亚然 这可你们家茶几上百的水果也就只有橙子啊 她看向我妈 随即起身 你也不早点和我说 我到楼下超市去给孩子买平叠的 不用不用 你快坐下吧 我妈连忙拦住她 大家都能喝 没必要光签 就她一个人 最后周阿姨还是下去买了 那是自外婆去世后 第一次有人问我喜欢喝什么 吃饭的时候 我熟练地自己包着下 偶尔会在我妈不注意的时候 往她碗里放 而沉了碗中包好了的虾肉 挑过刺的鱼肉堆成了一座小山 周阿姨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生女儿真好 她笑得温柔 手辅上了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 我的女儿要是能像莫欢一样 乖巧就好了 我抬头看见她眼里满是爱意 一时之间竟有些恍惚 下意识就挪开了视线 盲端起手边的苹果汁想要掩饰什么 可刚一入口 我就开始剧烈地咳嗽 紧接着身上传来养溢 皮肤泛起红潮 这这是过敏了吗 周阿姨惊呼出声 大家都看了过来 陈乐直接喊道 你偷喝我的橙汁干嘛 我强忍不是向她看去 说谎 刚刚那明明是苹果汁里混了些橙汁的味道 她就坐在我旁边 也就只有她会偷偷往我的杯子里加长汁 从小到大 陈乐对我一直抱着敌意 刚开始她还不敢表露出来 但当察觉到我妈对我的忽视后 她开始肆无忌惮起来 在我妈面前给我上眼药 耍各种小手段 生怕我受到关注 生怕我分走一丝一毫的宠爱 陈乐在私底下不止一次对我说过 你的妈妈只会对我好 你没有妈妈了 最后过敏的我被送往医院 一路上我妈声音冰冷 你能不能别让我的生活一团糟 都说女孩像爸爸 你怎么就一点也不像她 可笑 她最喜欢吃橙子了 你居然对她过敏 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坐在车后 坐得我脸因过敏变得浮肿 视线也被遮挡 但就算这样 我还是费力地睁大眼睛盯着前面的后视镜 盯着镜中映照出来的人 想要看看我妈的脸上 有没有哪怕一丝丝的担忧 半晌 我轻声问她 妈妈 既然后悔生下了我 为什么不在外婆去世后把我送走 那样 你的生活就不会一团糟了 红灯亮了 刺耳的刹车声响起 我妈坐在驾驶座上 她没有回头 这个被我压在心底数十年的问题 没有答案 除夕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 外面爆竹声四起 烟花笼罩 我妈给陈乐披上围巾 一家三口齐齐出门 我看着他们手中的鞭炮画作 阵阵烟雾徐徐飘向高空 在今晚 这意味着辞旧迎新 但对我来说 却是只能辞旧迎不来新了 李花在天上炸开时 我妈擒着笑对陈乐说 小乐 新的一年 希望你能像你的名字一样 一切顺遂 平安喜乐 陈乐 平安喜乐 而我的名字是我爸娶的 在出生前 她是相濡以沫的沫 人间清欢的欢 但在出生之后 我妈对外婆说 莫欢 莫欢这个名字适合她 从小我就一直在想 如果我爸还在 那该多好啊 上六年级的时候 宇文老师布置原地作业 给父母写一封信 当晚我握着笔许久 也没写出一个字 最后这封信被放在我妈的床头时 上面只有一句话 如果爸爸还在 你会爱我吗 等信回到我的手里 我妈的落笔 同样也只有一句话没有 如果第二天春节 我妈被手机铃声吵醒 是小区居委会打来的电话 说因为过年社区流动人员较多 上级要求登记一下各家的人口情况 她如实上报 临挂断前 工作人员立场问了一句 您家还有未返乡的人员吗 我妈挣了一下 微微捧着脸道 没有 我家就三个人 通话结束后 她也没了睡意 起身到客厅把电视打开后 在厨房准备起早餐来 她刚从冰箱拿出鸡蛋 电视里传出新闻联播的声音 春节期间希望广大市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尤其是单身独居女性 最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也不知怎么的 我妈的手一滑 鸡蛋没有拿住 掉落在地上 打碎了 她蹲下去想要收拾 却又放下了抹布 在原地僵了几秒后 我妈站起来走回卧室 我看着她拿起手机 直勾勾地盯着亮起的屏幕 上面是一条十天前发来的短信 妈妈只有这简单的两个字 联系人的备注上写着 李莫欢 是我手机号发的 我妈点开编辑短信页面 反复输入后又删除 她想要发什么 我已经无暇去想了 就在看到那条短信时 脑海中被刻意压下的记忆 如潮水般袭来 瞬间将我淹没 那天 我拖着行李箱 已经到了家楼下电梯门就要关闭时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他看到我暗量的酒楼按键 伸出的手就是一顿 你是酒楼902的吧 我有些莫名地看了看他 并不认识 但还是向他微微点了点头 中年男人笑笑 伸手按下了八楼的按键 我是这两年才搬来的 之前没碰见过你 不过我和你妈总碰面 她和我提起过 说有个女儿毕业后 在外地不怎么回家 我握了握行李箱的拉杆 还是没说话 便梯缓缓上升 她又突然出声 姑娘 待会儿到了八楼 你能帮我挡一会电梯门吗 我回家是想拿个东西 取完这集去办事 怕一会电梯自己又下去了 只是件小事 我没多想就同意了 可等她从家出来 再次进入电梯时 却是用刚刚取来的一块帕子捂住了我的口鼻 我奋力挣扎 却被死死地摁住 电梯上到酒楼 门打开了 那扇无比熟悉的珠红色家门就仅有几步之遥 我甚至能听到我妈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她在喊沉乐吃饭 身后的人轻笑了一声 你看那个家里没有你是多么的幸福 迷药的作用下 我的意识渐渐模糊 电梯门慢慢合上 将一切都隔绝在外 包括希望 近在咫尺的希望 等清醒过来时 我的手脚皆被绳子束缚着 四周是一些散落的破旧器械 那个中年男人就坐在我面前 金属摩擦声萦绕鱼耳 他再磨刀磨一把剁骨刀 醒了 男人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 一脚踹在了我的小腹上 他蹲下揪住我的头发 用力地向后撕扯 他说 你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世上 你这样忘恩负义的畜生就应该去死 就应该被千刀万剐 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 我匍匐在地想要呼救 可却只能一出乌叶声 嘴巴被胶部封上 连一句为什么都问不出来 中年男人像是被我痛苦的样子取悦到了 他将手里的东西举到我面前 那是我的手机 上面显示在五分钟前 他给我妈发了一条短信 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妈妈 他轻笑了一下 笑声里藏着思思诡诀 我给你个活的机会 只要你妈还愿意理你 半个小时 整整半个小时过去后 信息早就显示已读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我看着眼前的人走近 他的脚撵过那部毫无动静的手机 剁鼓刀被高高举起 又落下一秒 我听到了鼓裂的声音 听到了血液建设的声音 听到男人说 果然你已经被咽弃了 死前 我透过那个废弃工厂的小窗户 看到了漆黑的夜空 上面还点缀着璀璨的星星 五岁生日那晚 外婆抱着我 避开了情绪已然失控的妈妈 她带我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 我坐在鞦韆上仰着头问她 我害死了爸爸妈妈让我去死 她是不是想让我去把爸爸找回来呀 可是刚刚我还没来得及许愿让爸爸回来 外婆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她摸了摸我的脸 小欢啊 别恨你妈妈 她是生病了才会这样对你的 我那时虽然小 但也知道生病是不好的 妈妈是哪里生病了呀 我们去给她买药吧 外婆轻轻摇头 点了点自己的心口处 你妈妈的病在心里 她眼里有心疼 也有无奈 小欢 我们多给你妈妈一些时间 多理解一下她 我懵懵懂懂地点头 外婆慈祥地笑了笑 揽住我又说 你看天上那颗星星就是爸爸 要是以后小欢难过了 就抬头看看 爸爸一直都在呢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 星星一闪一闪的 在外婆去世后 天上的星星就变成了两颗 而她的话也被我一直记在了心里 所以之后不管我妈如何对我 我都会努力地去理解她 她是生病了才会这样的 没关系 她会好的 总有一天 她会爱我的 但当闪着寒光的刀尖落下时 我看着窗外 心里默默地说了声对不起 外婆 我可能做不到不恨妈妈了 理解她真的好疼好累啊 下一瞬 我的视线变暗 眼中再无星光 灵魂离体 我却没能踏出工厂 就仿若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死死禁锢着 像无根飘荡的扶平 只能眼睁睁看着男人时不时地过来把我做成腊肉 直到她把肉送给了我妈 那一刻 禁锢我的力量就好像以这种方式被转交了 只是没想到再次回到这个家 我会被自己的妈妈亲手端上餐桌 卧室里 我妈的手机屏幕亮了又暗 暗了又亮 反复几次后 她烦躁地闭了闭眼 最后还是选择取消短信的编辑 就在这时 铃声响起 来电的是个陌生号码 我妈按下接听 见一个对我而言无比熟悉的声音传出 您好 请问是莫欢的妈妈吗 我是她的师母 之前她一直是住在我这里的 十天前莫欢向她工作的医院请了年假 说是要回家过年 但自那以后 我就联系不上她了 你能让莫欢给我回个电话吗 我妈愣住了 她举着手机 还没来得及说话 外面就响起沉乐的声音 妈 有警察来了 电话暂时被挂断 等她走到门口时 门外站着两个警察 他们再次出示了一下相关证件 这里是李莫欢的家 希望你们配合一下 和我们走一趟 协助查案 警车里 我妈抿着唇 她犹豫再三 还是朝着前面坐着的警察开口道 请问李莫欢是出事了吗 其中一位警察看了看她 等到警局 你们就知道了 陈乐挪动身子 他在警局呀 警察神情一致 但还是沉默着点了点头 陈叔眼神一闪 他装模作样地轻叹 让我们去协助查案 不会是莫欢犯了什么事吧 这孩子大过年的不回家 性子是真野了 陈乐晚上我妈的胳膊 也帮腔道 妈 你别生气 回头我帮你好好说说她 女孩子还是要自爱些才行 我妈有些心神不宁 但她还是下意识地应成了一句好 坐在副驾时 年轻一些的警察眉头皱起 像是忍了又忍 最后还是没有忍住 他微微偏头 嘲笑了 我妈那边淡淡道 您的女儿太遇害了 尸体就停放在警局 只是犯罪嫌疑人 坚持要见到你们 他才肯交代所有的犯罪事实 死记年轻警察的话 如同一记惊雷落在车内 后座上的三人突然向断了嫌的起 声音就这样顿住了 我飘在两个前座中间 和我妈面对面 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她 以前在情绪失控时 她曾歇斯底里地让我去死 现在我真的死了 她会难过吗 我妈的表情有些茫然 也有些无措 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微微收紧 她张了张嘴 半嗓才从嗓子里挤出了几个字 怎么会呢 一旁的陈乐似是也回过神来 她张嘴就问李莫欢 她是做了什么才会被人杀了呀 比起我的死讯 她更好奇我犯下的过错 放大一切可以让别人讨厌我的事 这已经成为她的本能了 警察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没说话 但那眼神里透露的情绪 却是让陈乐感觉到了有些不妥 她收敛了不合时宜的好奇 善善地看向我妈妈 我就是一时有些不能接受 还没等说完 我妈就将之前被她挽着的胳膊收回 她低垂着毛子 一言不发 陈乐呼吸一凝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以前她从没被这样对待过 她还想说些什么 但却是被陈叔用眼神制止了 车内再次无声 直到进入警局 两位警察在前面引着路 期间也大致和我妈他们讲述了具体情况 我们在承熙的一个废弃工厂里 发现了被害人许莫欢的尸体 是住在附近居民报的案 她早上出去遛狗时 狗狗叼回了一小节疑似人的手指 至于犯罪嫌疑人 你们认识我妈的脚步一顿 前面的警察也在这时停了下来 她叫刘兆 就住在你们楼下 她推开了一扇门 轻声说 希望你们有个心理准备 被害人的尸体残缺情况不是很好 犯罪嫌疑人刘兆用的作案工具是剁骨刀 等我妈他们见到我时才知道 警察说的其实是尤为含蓄了 尸体下半身基本只剩骨架 上半身也都是缝合的痕迹 我的头部虽然没有遭到破坏 但生前遭受过虐待 即便现在是冬天 还没有出现巨人观 不过也已经开始孵化 陈乐只看了我一眼 就立马转过身去 陈叔的反应也差不多 两个大男人都有些接受不了 可我妈却是走到近前 目不转睛地看了我很久 目光一寸一寸地掠过 哪怕是在生前 他都从来没有这么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看过我 看过我的尸体后 我骂他们 跟着警察到了讯问室 刘兆坐在特制的椅子上 据警察说 他被捕后就对自己杀人的事情供认不讳 但却是一直不肯交代具体的犯罪过程 来了 刘兆看到刚化玻璃后的人 他裂开嘴大笑 腊肉好吃吗 可惜你女儿太瘦了 肉都剔干净了 也没做出来多少 他似是遗憾地扎了扎舌 在场所有人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旁边一位警察呢喃出声 难怪 难怪被害人的下半身只剩下骨架了 你送我们家的腊肉 陈乐瞪大了眼睛 陈叔也意识到了 疯子 你这个疯子 下一秒 两人无嘴干呕 齐齐跑出了讯问室 但其实在当天 因为刘兆送来的腊肉 还滴滴答答躺着血水 我妈虽然将其下锅了 但她犹豫再三 还是换成了街市上买的腊肉 不过 陈叔和陈乐并不知道 看到两人的反应 刘兆再次哈哈大笑起来 而我妈立在原地一动不动 她胸膛起伏了几下 手心里的指甲发白 几乎要陷进肉里 为什么我妈盯着面前的人问出了这个我死前没能问出的问题 刘兆的笑声骤停 她的眼神阴质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这种不笑的畜生 就应该塞回她妈的肚子里去 他们都应该去死 接下来 在这种疯狂的咒骂声中 警察记录下了她的杀人动机 刘兆早年丧偶 有一个儿子 但她的儿子不务正业 整天就知道和一些社会上的混混来往 后来更是染上了毒瘾 把家里的房子都偷偷抵押掉了 这还不够 她又以刘兆的名义借了高利贷 在被人讨债上门时 拿着钱自己跑路了 自那以后 刘兆的心理逐渐变得扭曲 之所以对我下手 是因为她曾听我妈说过 我毕业后就很少回家 根本没把家里人放在心上 陈叔和陈乐在面对外人时 也总是一副女大不中流的样子 她找不到自己的儿子 满腔的怨恨和憎恶就转移到了我身上 恰巧那天她在电梯里遇见了我 她说那是上天给她的机会 一个惩罚 不孝孽触的机会 整个训问过程中 我妈都保持着肩默 她用一种难以言表的眼神 死死地看着刘兆 最后结束的时候 她转头面向警察 她会被判死刑吗 警察稍稍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故意杀人情节严重 且犯罪嫌疑人毫无悔改之意 如果不能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是有很大概率会被判处死刑的 我妈点点头 她只是刘兆 我不会写谅解书 一定要让她判死刑 说完 她转身向着训问式的门口走去 刘兆听到了我妈的话 她面目阴沉 就如同蛰伏在黑暗中的毒蛇 她戴着手铐的双手 狠狠地砸了几下桌子 啪啪作响 我是在帮你 我帮了你把她从电梯里带走的时候 我都听到了 你们一家三口在家里笑得多开心啊 况且这也是你的选择 不是吗 我给过她机会的 可你根本不愿意回她的短信啊 说着说着 她又肆无忌惮地咯咯笑起来 我妈脚步踉跷了一下 却没有停下来 也没有回头 自始至终 她都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情绪波动 我跟在她身后 想起外婆以前说过 小时候我妈养过一只小萨摩耶 后来因为生病狗狗没了 她哭了好久 好几天都没有胃口吃饭 妈妈 难道在你的心里 我就这么微不足道吗 你甚至都没有多难过 我在电梯里挣扎的时候 拳打脚踢 如雨点般落下的时候 冰冷刀刃划开血肉砍断筋骨的时候 你可曾有过心计 可曾有那么一瞬想起过我不曾的你在忙着喊陈乐吃饭 忙着给她准备新年礼物 忙着和她们一起斥责我妈妈 我恨你 我妈她们从警局把我的尸体领走 而后送到了殡仪馆 她看着我被推入火化炉 不同于其他嚎啕大哭贪软在地的家属 我妈就只是定定地看着 没有任何反应 直到骨灰出炉 直到骨灰盒被送到她面前 我妈有些失神 她喃喃自语 怎么就剩这么一个小盒子了呢 陈乐上前 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妈 试者已已 你别太伤心了 是啊 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陈叔也连忙安慰道 我妈却是微微侧身 躲开了她揽过来的手 她突然看向陈乐 你之前说她挂了你的电话 还让你滚 但警察却说她的死亡时间是在十多天前 陈乐正了正 她垂下眼瞼 有些不敢直视 我妈 我可能是打错电话了 说完 她又积极地解释道 妈 我不是故意不联系她的 知道了 我妈没再过多纠缠 走出殡仪馆大门时 她好像被刺眼的阳光晃了一下 捧着骨灰盒的手紧了紧 如果那时候我能开门去看看 如果我回了那条短信 那她是不是就不会被装在这里了 没有人回答 我站在她身后的阴影处 漠然地看着妈妈 你忘了吗 之前你和我说过的没有 如果在我下葬后的第二天 我妈又接到了师母的电话 莫欢 妈妈 我还是联系不上莫欢 她是在家吗 我妈沉默了半晌 她不在了 昨天刚办理完丧事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响动 像是有什么东西被碰翻在地 紧接着就是师母哽咽的声音 怎么会这样 莫欢明明和我说过 很快就会回来的 到最后她实在压抑 不住啜泣 主动挂了电话 过了一会 我妈的手机一震 是她发来的短信 您找个时间来取一下莫欢的遗物 后面附上了地址 隔天一早 我妈就订了最早的航班 陈叔和陈乐 体贴地要跟着一起去 她也没说什么 我是从大二开始住进师母家的 我是不大 却是一应俱全 窗边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束鲜艳的百合花 师母是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 平时脸上总是带着笑 可现在她却是哭得双眼红肿 一些必须要给您的东西我已经收拾好了 剩下的就留给我做个念想吧 我和我先生没有孩子 这些年相处下来 我早就把莫欢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我妈抱着收纳箱 一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 陈叔打量了一下房子 他对师母笑笑 莫欢这孩子比较娇生惯养 长时间以来叨扰您了 家里要是早知道她住不惯学校的宿舍 还没说完 师母的脸就冷了下来 莫欢上大学的时候 不住宿舍是因为她病了 本来我不想说的 莫欢有很严重的梦游症 是长时间的精神压抑心理问题所导致的 我妈的身子突然晃了晃 手里的箱子险些没有拿住 陈论王上前搀扶住她 陈叔则是一脸不可思议 怎么会 她本身就是学心理学的师母 抿了抿唇 医者不自医 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 可能需要终其一生去治愈 莫欢的学业非常出色 我先生很喜欢她 在得知她的病情后 就想要帮助她 本来一切都在变好的 说到这里 她的眼泪开始速速往下掉 别哭 我抬手想去擦 可手却直直地穿过了师母的脸颊 只能苦笑一声 是啊 本来一切都在变好的 老师会定期对我进行心理疏导 师母会在假期的时候 把我从卧室拉出来 一起打卡美食街 风景圣地 他们带我做了很多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第一次过完整的生日 第一次一起手拉手出门散步 第一次去拍全家福 无数的第一次 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父母都没有给予的爱 但缺爱的孩子一生都在寻找爱 我的梦游症始终无法彻底治愈 或是在某一天 陈乐发来一家三口的合照炫耀 又或是在看到某一段歌颂母爱的文字 病情就又会复发 老师说 伤口光靠捂着是无法愈合的 如果始终无法释怀 那就再去争取一下吧 师母说 她会换上最美的鲜花等我回来 如果始终无法被接纳 那就做她的孩子吧 就这样 我向医院请了年假 在过年前回了家 我一直都知道 自从我爸走后 我妈就生病了 如外婆所说 她的病在心里 无尽的自责和悔恨 日复一日被淹没在其中 慢慢余生 只有恨我 她才能活 而陈叔的眉眼和我爸是有些相似的 所以我妈才会这么快就接纳了她 她给自己编织了一个假象 我爸没走 他们生的是一个男孩 一家三口一如既往 但我的存在总是会提醒她 一切都是假的 我爸已经不在了 他开始想方设法地忽视我 远离我 毕业后 我治好了许多病人 我以为我可以治好她 治好自己 可一切还未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当我妈和那个男人提起我的那一刻 当电梯门在酒楼合上的那一刻 我就永远被留在了那个废弃工厂里 再也回不去了 师母平复情绪后 她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莫欢原本是想等这里面的钱攒够了 就拿来买房子 她说会永远给你留一个房间 等哪天你愿意从那个假象中走出来 就随时可以去她的身边 我妈看着那张卡 始终没有伸手去接 最后还是陈叔将她收下 临走前 我妈突然回头 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梦游的 师母看了陈乐一眼 高三那年 莫欢说 那时候她替自己的哥哥背了黑锅 之后却被哥哥散播了出去 班里的同学就像躲病毒一样避开她 那天 我妈拿着钱去办公室时 我们班是有人看见了的 陈乐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目光看她 便大肆宣扬 是我偷了班费 学习好又怎么样 还不是道德败坏 听说她妈妈都来学校道歉了 离她远点吧 说不定哪天东西就会莫名其妙地丢了 自那以后 我的身边就成了真空地带 回到家 陈乐一脸幸灾乐祸地凑上来 我烦透了 她喊她滚开 我妈却是板着脸 就这么一件小事 也没有影响到你的保送 你非得不依不饶 让所有人看你的脸色吗 当晚 我躲进逼侧的衣柜里 像只独自舔是伤口的小兽 哭累了 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时 却发现自己光着双脚 站在楼顶的天台 呼啸的冷风 漆黑的四周 一切的一切都让人心生绝望 我完全不记得 自己是如何离开房间 离开家的 于是每天晚上我开始反锁房门 而我妈却认为我是在用这种方式撒气 她说 真是有病 死祭师母说完后 没人出声 我妈猛地扭头看向陈乐 她的眼神很老 陈乐一下子就慌了 她有些结巴 妈 我不是故意的 刚一开口 我妈手里的收纳箱就劈头盖脸地砸向她 陈乐痛呼出声 鼻子瞬间流出血来 陈叔连忙去取了纸 帮她止血 这是做什么呀 孩子当时年纪小不懂事 我妈紧紧咬住下唇 下巴颤抖 你有把她当过妹妹吗 陈乐从疼痛中缓过来后 她有些不愤 当时又不是我去和老师说李莫欢偷班费 陈叔一把捂住了她的嘴 呵斥了一句 而后又转头对我妈说 她这就是赌气的话 你别在意 师母却在这时候摇头吃笑了一下 莫欢都已经不在了 你们还吵给谁看呢 瞬间 三人的话语噎在喉中 就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般 回家路上去 燃无声 入夜之后 我妈从卧室内走出 她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 捏着那张银行卡 开始一遍一遍地拨打我的电话 之前 我妈是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的 甚至在我联系她的时候 电话拨过去第一遍 她是肯定不会接的 若是心情好些 第二遍兴许能接起来 若是心情不好 她会把手机放在一旁 不再理会 而现在 我妈几乎是执拗般地重播着 随着电话那边嘟嘟声不断响起 一遍一遍地听到无人接听的机械声 她的手开始微微颤抖 突然 一声抑制不住的乌液声传出 我妈低垂头 蜷缩起身体 一滴滴泪珠如同陨落的流星般砸落在地板上 就好似直到这一刻 她才意识到我已经死了的这个事实 我倚靠在墙上 看着她撕心裂肺的痛哭 看着她终于为了我如此难过 原以为自己会满足 会释然 可我的心却是空荡荡的 像荒野 像死水 不再有起伏 原来那些极致的爱 极致的恨 在生前就已然耗尽了 妈妈得不到回应的感觉 你体会到了吗 别再打了 电话那头不会有人等你了 早上 陈乐推开房门 一如往常 她先去厨房打开了冰箱 醒来先喝一瓶盛汁 已经成了习惯 可冰箱门一开 她就正住了 里面满满当当的放着数十瓶苹果汁 陈乐看见从身边走过的人 她下意识出声 妈 我的橙汁 我妈眼神撇过来 语气淡漠 喝苹果汁不行吗 陈乐一致兴兴地没再说话 她看着我妈离开的背影 眼里闪过一丝怨愤 下午 我妈把银行卡塞进包里 开车去了离家不远的一所福利院 那是 她从我的收纳箱里看到的很多很多本捐赠证书 院长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 和外婆很像 当她从我妈口中得知我去世的消息时 半赏都没有回过神来 莫欢她几乎是每个月都会给福利院捐款 时不时还会带着学习用品、衣服、营养品来看孩子们 这么好的人怎么就得不到善待呢?我妈只觉喉腔里耿得生疼 拿出了银行卡递给院长 她哑声道 这是莫欢最后想要捐给福利院的 这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路过 她像是听到了什么 眼神一亮 三步并坐两步跑进 莫欢 姐姐来了吗?我好想她 院长将住 我妈蹲了下来 姐姐可能短时间过不来了 她让我过来看看你们 小女孩失望地垂下了头 上次莫欢姐姐说很快会来和我玩的 我妈摸了摸她的头 你很喜欢姐姐吗? 当然了 莫欢姐姐说过 有妈妈不一定就会幸福 但她会永远爱我们 这话很轻 却像一根藤条打在我妈心上 如飓风过后随之而来的海啸 她控制不住地捂住胸口 抽烟声一出 院长吓了一跳 忙俯身去安慰莫欢 妈妈节哀 如果还是想念孩子 或者可以考虑来领养我妈抬头 满脸泪痕 不了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我冷眼看着妈妈 你这是做什么呢? 死后才开始爱我吗? 可你这些迟来的爱 又能坚持多久? 等到心里那点愧疚消磨殆尽 等到时间抚平所有的伤痛 我是不是就要这样被困在那个不是家的屋子里? 听着你们释怀地说 活着的人要好好活下去 连着几天 我妈都塑在我的房间里 她就像是在堵屋 私人将屋内所有物件来来回回地擦拭 就在我以为要被困守在这里的时候 变故出现了 陈乐打来电话说 有急事 让我妈和陈叔过去一趟 等他们赶到时 就看到陈乐捂着血流不止的左腿 被人挟持在中间 他几乎是声泪俱下的球 两人就自己 我妈还算冷静 将来龙去脉了解了一下 陈乐毕业已经有两年了 因为学校也就是一般的大专 所以找的工作收入也不高 单出的女朋友 却是要求全款买房 不然就要分手 我妈她们的积蓄 在留出一笔养老金后 也就只能替她付首付 装修等 所以 在知道我留下的那张银行卡里有三十万后 她就动了心思 趁我妈不在 陈乐进卧室偷偷拿了卡 但距离全款买房 还是差了十几万 这时候 有个朋友就热心地告诉她 有个地方能博上一博 陈乐酒足饭饱 也没多想 就跟着去了 一开始得了点甜头 后来就开始上别人的套 等到她冷静下来时 三十万已经没了 更要命的是 银行卡里的钱 早就被我妈捐给福利院了 她没钱还债 就被人扣押下来 腿还被打骨折 陈叔一看自己的儿子受伤就急了 他微微侧脸 恳求地看着我妈 一定要救救小乐 家里的经济大权一向是掌握在我妈手里的 她的退休工资不低 陈叔当初没车没房 和陈乐属于拎包入住 但她有一点眉眼 和我爸有几分相似 若是侧面就更像了 这也是她常用的手段 我妈没说话 拿着手机想要报警 陈乐立刻就被身后的人狠狠踢了一脚 她痛呼出声 妈 你一定要拿钱救我呀 这时候 领头的人手里 夹着一张卡 哼 揣着一张没钱的银行卡 就赶来糊弄我们 她说完就要 将它掰折 我妈瞳孔缩了缩 她力声喊道 钱我可以给你们 但那张卡的还给我 最后三十万交了 陈乐被送到医院 索性只是小腿骨折 打上石膏回家休养就好 陈叔搀扶着她 我妈破天荒地没有上前嘘寒问暖 她紧紧地攥着那张银行卡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回到家后 陈乐一瘸一拐地凑到跟前 妈 我就是着急房子的事情 我妈看她的眼神 就像掺了兵 不问自取就是偷 高三的陋席还改不过来吗 没人可以再替你背黑锅了 更何况那是莫欢留下的遗物 陈乐善善她 孽如两声 陈叔赶紧上前打圆场 小乐也是被人骗了 这也不能全怪她呀 我妈没应声 静止往我的卧室走 妈 那我买房子的事 陈乐犹犹豫豫豫 还是拦住了她 三十万都让你洒出去了 拿什么买 我妈像是又看出了她的心思 莫欢卡里的钱我已经捐了 别惦记了 陈乐还没出生 陈叔就追了上来 捐了 怎么能捐了呢 小乐这毕业都两年了 要想成家不买房 怎么行啊 我妈扭头 你也知道她毕业两年了 莫欢能存下来钱 她为什么不能 陈叔一听就不乐意了 她眉头促起 莫欢就是个丫头骗子 她怎么能和小乐比 就算再优秀 到头来还不是早死的命 话说到一半 她疏然闭了嘴 我妈的脸色苍白 死死地看着她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陈叔自知失言 她缓和了语气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妈的神色变换了几下 似是在挣扎 最后她脸眸 没再出声 我飘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似笑非笑 还是这样 明明无数次陈叔表现的和我爸根本就不一样 但我妈却总是要掩耳盗铃 她牢牢地把自己眼睛遮住 把耳朵捂住 甚至把我抹除 日子又平静无波地过了两天 陈乐骨折后就一直瘫在床上 今天中午 陈叔没在家 说是和朋友一起出去钓鱼了 我妈端着饭菜走到陈乐的门口 她刚想敲门 里面就传来清晰的对话声 是陈乐的女朋友在和她视频聊天 别跟我提腊肉 我都快恶心死了 那个凡人今早死还整这么一出 真会气 我知道 宝贝你放心 我一定让老妖婆把钱吐出来 到时候你说买几事 我们就买几事 什么伺候公婆 到时候你对我爸好点就行 至于那个老妖婆 又不是我亲妈 也就是看她手里还有点钱 要不然陈乐戴着耳机 根本没意识自己的说话声有多大 再加上这段时间 我妈对她的态度骤变 更是积攒了满肚子的怨气 这会儿实在是不吐不快 我妈站在门口 她端着饭菜的手微微颤抖 胸膛也在剧烈起伏 就在她想要直接拧开门把手进去时 咚咚咚 大门被砸响 我妈看了看陈乐的房门 强压怒火 砰 大门打开后 为这寸缕的陈叔被扔了进来 她鼻青脸肿 蜷缩着身体 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门口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我妈瞪大眼睛 老李你这是做什么 她连忙将陈叔扶到沙发上 又给他盖了一条毛毯 这钓鱼就钓鱼 怎么还把我家老陈打成这样 被换作老李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妇人 她冷哼道 钓鱼 谁家钓鱼能钓到别人老婆床上去 说完一把将那个妇人推了出来 我妈有些愣着 继而猛地上前钻住了妇人的手腕 李沈 你李沈的脸色仗得飞红 她眼神闪躲 对 对不起 我也不想的 只是她总给我塞钱 老李暴怒 你们这对狗男女 一把年纪了 真一点也不知羞吗 她上前抬脚 又要踹向沙发上的人 别 别打我了 陈叔裹着毛毯 亮亮呛呛地跑到了我妈身后 她满眼祈求 我就是一时被鬼迷了心窍 下次绝对不敢了 这时 陈乐从房间里艰难地挪了出来 她一看这阵仗 都有些傻眼了 陈叔则是赶紧给她使眼色 小乐 你快和你妈说说 爸错了 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陈乐看看李沈 又看看他爸 眼神一转就向我妈那边卖乖 妈 你看爸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就原谅他一次吧 老李冷笑 你们父子俩还真会唱双簧啊 难怪都能把人家的亲生女儿给挤走挑着的 我也笑了 小的时候 陈叔就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刚开始我对他还是很有好感的 毕竟他在我妈面前会对我好 直到有一次 我妈出差了 他就完全换了一副面孔 去去去 别烦我 我可不是你爸 你亲爸早死了 等上了初中 我更是撞见过他和别的婶子调笑 可我妈知道后 只会用冷冷的眼神看着我 真是没良心 枉费他对你这么好 张口闭口 就是瞎编排 那时候不明白 直到长大后才懂 不管事实如何 我妈是不会扯掉那层遮羞布的 对她来说 维持那个虚假的家才是最重要的 而现在我看着我妈 几乎都能想象得到她接下来会如何粉饰太平 陈乐见我妈没反应 她又喊道 妈 你倒是说句话 难不成还真要逼我和爸离开这个家吗 我妈的目光从始至终就在这父子俩身上游移 陌生寒凉 打量再打量她 就像是被人强行扯回了现实 谢琳琳满目疮痍 突然她笑了 怎么能离开呢 最后 我妈赔了老李五千块钱 中年男人骂骂咧咧地推丧着富人离开了 陈叔一脸讨好地凑到我妈进前 她双膝下跪就开始认错 我妈看都没看她 一言不发地进了卧室 临近傍晚 我妈出来了 她到楼下超市买了一箱啤酒 又下厨做了一桌的饭菜 陈叔和陈乐都有些坠坠不安 待到正式坐上餐桌时 我妈嘴边挂着笑 最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 但我还是希望我们一家三口能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 她给两人面前的杯子满上了啤酒 陈叔神色一松 她深情款款地看向我妈 我就知道你是最爱我和小乐的 我妈没接话 又看向陈乐 小乐 你买房子的钱我都给你凑齐了 明天 明天我们就去看房 陈乐满脸惊喜 真的 妈 谢谢你 接下来 我妈开始一杯接一杯地给两人酗酒 直到最后空啤酒瓶洒了一地 陈叔和陈乐脸色驼红 都醉熏熏地趴在桌上 偶尔发出几声抑郁 而我妈就这样静静地注视着这两人 半晌 她轻轻摇头 果然 假的就是假的 她从杂物间拖出了数个火盆和一大袋煤炭 将所有的煤炭放入火盆中点燃 全部置于我的房间内 再将醉得不省人事的两人也拖了进来 把他们的手脚都用绳子束缚住 反锁房门 关紧窗户 就连门缝处 她也用窗帘严丝合缝地堵上了 所有的一切完成后 我妈攥着手里的银行卡 小心翼翼地将脸颊轻轻贴在上面 莫欢 对不起 妈妈被你爸爸宠坏了 后来又被你给宠坏了 今天妈妈自己把这假象彻底撕开 下辈子莫欢还做妈妈的女儿 让妈妈补偿你 好不好 我看着她一寸一寸地扫过 就如同那天她在警局注视我那般 妈妈既然之前选择了糊涂度日 为什么不一直糊涂下去呢 我理解你 但我依然恨你 与其抢求的圆满 不如坦然地离散 下辈子我们别再见了 她的瞳孔逐渐散大 口唇处的樱桃红色逐渐变得轻子 慢慢地呼吸微弱 我只觉身子一轻 缓缓向上空飘去 向远处飘去 不远千里去赴死前的约 我回到了老师和师母的身边 看着他们每周都给卧室里的花瓶换上紧促的百合 看着他们舟车劳顿去到我提及过的福利院收养了一个孩子 是那个总盼着见我的女孩 我看着她 看着她被两个大人一左一右地牵着 从此便不再缺爱 在爱里长大的孩子 迷路也会像是旅行 不会像我数十年如一日 一直都在与自己的和解中挣扎 终于心中最后一丝牵挂 也已经圆满 我的魂体飘向高空 越过一只摇曳生姿的风筝 抚过一群羽毛艳丽的鸟 穿过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 最后落在洁白柔软的云朵上 耳边全是叽叽喳喳挑选妈妈的声音 等到某一天坠落感传来 我已然身处在一个温暖舒适的环境 耳边传来了对话 女生真希望是个女孩 男生如果是个女孩 你希望她将来做什么呢 女生 我的女儿 只要她健康快乐就好 听到这里 我脑海中所有关于之前的记忆快速抽离消散 这一世我只要去爱 被爱就好